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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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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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三教彼此之间却因世界观的差异及问题意识的不同 而置身不同的理论形态 以置彼此互为主观 因此必须视为相对性真理 其次 旧适用性问题 指出三教意理本位解决不同问题 故而对三教真理观的使用意需对准适用范围 否则后学者之实践将即不准确 且会在不同学派间互相非议 第三 就减证问题 指出实践之 实现之从而能够减证之为真 但实践而不能实现时 却不能即说位系统的否定 因为这仍涉及实践者的能力问题 第四 就选择问题 指出三教并无需统三规一 或造新系统以寒设重加 主要即是生活需要上级理论技术上是无此必要且不易实现 真正重要的事情 真正重要的事情指在正确理解 准确诠释 从而切实独行 而创造理想的人生而已 本文之工作即在理解 适用于简正 选择四节上对中国哲学的真理性格做出讨论 以为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环节的研究与讨论 关键词 真理观 哲学基本问题 解释架构 方法论 实现 实践 简正 一 前言 中国哲学中的如是道三学以作为人生指导原理为宗旨 他的理论建构以说明其真理观为目标 真理即需放诸四海而皆准 因此如是道哲学体系即需以体现客观精神为要求 那么中国哲学理论中的客观性意义为何 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首先 思维活动本身的客观性要求是一切哲学理论首须福音的要求 那么如是道三学以何种思维模式建立理论体系 这样的体系建立的客观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这是本文将讨论的第一个课题 其次 无论如是道三学知识体系之客观性如何清晰 它们始终有其适用性的限制 以及究竟在人生问题中的哪些项目是他们的真理观 确实可以观照的面向 把这个适用范围确定住 这对于中国哲学的价值观念的使用才能真正发挥效用 这是本文将讨论的第二个课题 再者 当理论系统已然建构 从后学者的角度 如何去实现理论并简正理论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当知识的绝对性 相对性 系统性 适用性 实践性 实证性等问题皆已厘清之后 接下来仍有一系统选择的问题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最后一个课题 二 体系建构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中国哲学主要的各家各派都是有价值主张的 它的价值主张就是它的真理观 它的真理观又是要发为实践以为人生哲学的落实 因此这一套真理观就在长远的哲学史发展中 以种种经验与理论的方式被呈现及建立 真理观 建立的意义就是要使知识客观化 使知识客观化有两项工作 其一位 掌握具体经验 其二位 确定思考模式 所谓 掌握具体经验 即是对于知识的使用 是要落实在具体经验中的 而且这些知识的宣告也是确实站在经验的基础上的宣告 在经验基础上的知识必须要有操作的方法提供实践并简正真伪 所以涉及经验知识的客观化精神就是要指出它在经验上的实作方法 以提供他人得以重负经验知 但是 经验也依据思考模式 不同的思考模式也会对同样的经验而定义出不同的经验知识的 因此掌握具体经验之前仍需确定思考模式 所谓 确定思考模式 是对所将进行的实践活动已清楚的知识架构于已定位 同时也是将实践后所具备的真实经验降之表述 为真理观的知识时所提出的思考模型的建立工程 这一部分即是一套套的哲学理论本身 理论使经验性命题获得真理观的知识地位 所以理论本身如何建构变成为哲学活动的核心课题 而就同一系统而言 具体经验与思考模型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 思考模型指导具体经验 而具体经验实现思考模型 但是就不同系统而言 情况就复杂且混乱 而须逐步厘清 首先 如是道三学在人生课题的指导性建议中都是有经验可行性的 他们彼此之间的价值差异是在于世界观的差异 而世界观既是价值的根据又是认识世界的蓝图 因此如是道三学可以说是三套不同的世界观下的三套价值观 他们的价值性命题的客观性就是在于他们的世界观 以及对于三套理论系统的准确运用之上 就像同样是自然科学 就有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之别 物理 化学 生物彼此有关联 但互不排斥 因为他们各自是对于自然世界研究的不同层次及不同进路 如是道也是面对不同层次的人生问题 虽然人生是同一个人的人生 但是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生活层面的问题 因而需要有相应的世界观与价值命题 予以指导 一级要准确理解及运用如是道三学的价值知识 就应该要先理解他们各自是在什么样的世界观下的价值命题 待生活事件发生之时及的准确的掌握情境意义 从而却断印以如是道三学中的哪一套世界观及价值标准来对待 以下说明各学派的世界观 首先 儒家 生活在经验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的家国天下是最重要的生活世界 也是个人生命意义最重要的实现场所 因此儒家的指导性生活命题便都是指向现实世界的社会体制的建立及维护上 它的命题的真实意义都可以在社会体制的人际互动中获得意义并确定有效 其中当然有如何准确应用的问题 这就涉及道德意识的自我锻炼的是否正确知识 另外即使亦可能会有整套理论系统都立有不代之时 这就是涉及如学世界观本身的限制性的问题 以及使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是超出如学世界观的知识有效性范围 这就通常是在生死问题及鬼神问题上 这时就要转入到佛两交的世界观知识了 因此三教之间则存在一个知识运用的互补现象 这在如是道三学之间皆是共通存在的 道家应在被区分为哲学的道家即宗教的道教二系 旧哲学的道家而言又应区分老子即庄子二系甚至是列子羊猪等系统 此不多论 旧道家老子学而言 它是一套与儒家有共同社会理想的生活智慧之学 因为老子思想的世界观与儒家相同 也是建立在这个现实世界之中的 老子所关切的问题是这个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运行的规律性问题 三这个规律是来自于人性的现象 老子思想的特点在于对人际互动之时的人性负面因素之之甚强 它指出人人皆有好名好力好权之好盛心 因此若要顺利达成社会理想时则采取千柔的对待策略 于是在处事应对之际就易于取得成功 所以道家老子是儒学最得力的智慧辅助系统 在如者强患道德意识的企图心中 辅之以千柔的处事智慧 则必将无往不利 四 老子之外的 庄子系统 是道家的另外一个知识世界与价值立场 庄子不喜社会体制 认为是政治人物强加于人民的枷锁 如果非必要不可 那么领导者就要无谓放任 于是天下人心就能获得生命的轻松 因而得以建立丰富多彩的文明 五 至于庄子自己心中真正的向往 其实是在一个神仙世界的境界之上 六 但是神仙世界的知识在庄子书中并未明显呈现 这要一直到道教的教团组织及理论建构成熟之后 才算真正明确化这一套价值信念的世界观知识系统 庄子形态的道家理想代表了脱离社会束缚的绝对自由精神 当人心的问题与社会责任无关之时 或当道德的坚持进入了欲望的谦然以致分辨不清之时 庄子到家的智慧形态便是最能有经验效果的生活智慧了 至于道教的知识则直接涉及死后生命及鬼神活动的问题 这就不是如学及道家老自学的世界观所能触及的领域 恐老二家的知识碰到这类问题时便只能表示价值立场而已 道教世界观与佛教世界观在涉及它在世界的问题上是相同的 以及皆有异鬼神世界的存在与死后生命的历程 这些知识都将与人类发生价值互动 这就不同于恐老二家主要以人间的理性作为价值的依据 不过在涉及它在世界的价值问题之时 道佛两教义有不同立场 道教派别众多世界观体系分歧 统而言之道教是亦有至上神的宗教世界观 七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是受到至上神的约束的 但是人类可以依据自己的修炼而在世界阶层中提升层次 享受生命 只不过人类的生命形态始终不可能是至上神本身 这点就与佛教不同 在中国所流传的大臣佛教中 最高地位的存有者是佛 佛是人类生命透过修行的努力可以达到的境界 这是佛教与其他一切宗教都不一样的地方 至于佛教与道教相同的地方是都认为人类具有死后的生命 并且生前的生命活动是直接观设到死后生命的形态的 道佛两教之间一直有世界观的交涉学习知识 这主要是道教向佛教的吸收与学习 我们可以在道教教义发展史上明显的见到 从以上如是道三教的理论层次的简述中 我们可以知道儒家主要关心现实世界的社会体制内在的价值观问题 道家老子则关心同一生活层面的权力运作问题 而道家庄子则更关心个人主体的身心自由的问题 至于道佛两教则更关心生死之间及死后生命和鬼神存在问题 各家所关心问题所属的生活层面不同 理论建构所设的世界观也就不相同了 现实世界的人生活动是在社会体制之中 因此有阶层管理之事项 这也就是知识研究及价值主张的场合 这是儒家及道家老子的领域 也就是经验现实世界的生活层面 但是在此一生活架构之外 人有多种层次的生命活动是可以与阶层管理观念无关的 例如艺术性活动 科学性活动 以及人对生死事物的知识探究等等 这就是庄子及道教、佛教的知识范围 如果如是道三教的价值主张范围可以彼此划定清晰 并且彼此可以充分尊重他教的知识专业 那么三教间就无需有价值冲突了 只有当三教中人的领域感觉过度溢出 并且对于无关乎专业事项的价值观念过度坚持 才会发生如是道三教冲突的情形 例如 就如学而言 虽然哲学史上的如道及如佛之真多矣 但是当如者对于如学价值知识的使用范围有清晰的理解 又对于他教义里有清晰的认识时 则如家伦理观念与道佛价值思维即可有融通合作的空间 前述真理观的客观化的两项工作为掌握具体经验 即确立思考模式 以上说明了在具体经验掌握上 对于三教理论的使用 已能掌握准确的相应世界观为重点 而各自的的世界观又必须表述未明确的思考模式 由此我们即可对三教理论体系的真理观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提出讨论 并指出其中所存在的绝对性及相对性的意义 理论体系提出一套世界观 世界观中有价值主张 这是一个从实然到硬然的跳跃 是个独断或是智慧的觉悟 但这就是这种价值哲学的思考模式 此中的价值主张是绝对的 此一绝对性价值主张是有客观知识体系以为依据的 即其世界观 如是到各有绝对性价值 但是它们的价值观的绝对性是内在于它们的世界观理论体系之中的 它们的理论体系以构筑整套思维模型为结构 在整套特定的思维模型里面 包括价值意识及所有的经验知识都被该理论模型 以意义性定位 定位了经验资讯的意义之后就成了客观知识 客观知识中包含了绝对性的价值信念 然而在没有这套思维模型的其他人的眼中 这一套绝对价值是一主观的观念 至于在有这一套思维模型的人们眼中 这一套价值观念既是绝对的更是客观的 如此便造成了三角各系统的价值意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或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比情况 以及在系统内是绝对的价值依据着客观的知识 而不同系统间则必须互为相对的价值 并欣赏他人的主观 也就是说三角各式各自的不同思维模型与知识系统 不同的思维模型定义出经验资讯的不同的知识意义 这并不表示不同的思维模型是一任意的架构 事实上不同的思维模型代表了不同的问题领域 以及不同的真理探究历程 将思维模型的问题领域予以厘清 将它们气欲解决的问题予以澄清 则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事物便各自有了适用的思维模型 可以分门别类的处理人生的课题 人们首先要理解自己是处于怎样的问题情境中 从而客观地运用相应的思维模型 并因此接受该理论体系的价值指导 从而公身努力实践以追求美好的人生 甚至完成理想的人格 如是道三学在长远的知识时发展历程中 因着丰富的文化积累而各自形成了知识表述的完整系统 虽有共同的概念词汇 但也有更多的各自体系内的不同概念词汇 彼此之间时常难以交流 并且难以使用现代学院内的哲学术语予以转化 从而进行学派交流及中西文化交流 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如是道各家自成一格的理论表述方式予以统一 统一不是对三交的知识命题的统一 而是对解释架构的统一 使其有共同的思考模型 但仍保有各自不同的价值主张及知识命题以为区别 此项理论工程首须对于如是道三学之所言者有意明确精准的理解 并且能够不受三教彼此批判攻击的意见所左右 更重要的是对于基本哲学问题的掌握有充分的完整性 致使不会顾此施比义或以偏概全 讨论中国哲学的各家各派的共同的思考模式 就是要找出共同的哲学基本问题 实际上当代学者所关切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或哲学性的问题的解决 即是在此一解释架构的建立上 问题不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而是在哲学性上 而分歧的解释架构正是它被指移为没有合法性的缘由 因为在分歧中各家都不具备互为沟通的可行性 因此各家都显得相当的任意且独断 因而就亦被认定为不具备哲学性 既然缺乏哲学性 那又如何合法的作为哲学世界的成员而被研究讨论呢? 因此找出这个共同的解释架构 让所有的学派系统都能在这个共同的平台中被研究及讨论 从而理解其理论 诠释其体系 讨论其形态 那么各个学派系统的理论性就被明显的表述出来 也就是哲学性被彰显出来了 则既已显出哲学性 那又何来合法性的质疑呢? 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说 中国如是道三学的整体理论 共同面对的哲学基本问题就是本体论 宇宙论、功夫论、境界论四项 八、这就是前述所谓理论体系中有世界观知识 世界观知识中蕴含价值主张 价值主张成为实践的目标 从而达到完美人格的理想 这整套思维的哲学基本问题是可以找出共同架构的 本体论、言说终极意义与绝对价值 就是价值主张的部分 宇宙论、言说世界存在的结构 及存有者的类别等时间、空间 及物质性的问题 就是世界观、部分、功夫论 说明追求理想人生的实践方法 就是指导人们进行心理的修养、身体的修炼 及身心意义的修行的部分 禁界论、说明完美理想人格的状态 就是指出人生的最终归去 是成人间的圣人、还是不死的神仙 亦或超出三界的菩萨及佛等等 以上解释架构彼此之间上有绵密的互动 此一本文暂不铺陈展开 如是道三学中的实践哲学部分 之所有知识性命提示不出 这四项基本哲学问题之外 这四项基本哲学问题 其实也正是传统哲学体系 本身在进行的思维模型 只是各家在这四项基本哲学问题上的知识立场 各不相同 因此形成了一套一套的理论体系 以捍卫各自的价值信念 四项基本哲学问题所组成的理论架构 是安排知识的思想工具 诸多知识在这四项基本哲学问题中 皆能找到落定点 即是前述三教分属不同问题领域的 思考模式之知识性命题 将知识制放在这四方架构中 从而体系性的建立起来 就是中国哲学命题的客观化知识工程 以及建立思考模式的步骤 当思考模式建立完成 即为知识客观性建构的完成 即得提供后人展开实践活动 以亲身经历之经验来实现这套理论体系 从而在经验的真实实感中 减证了哲学命题的真理性 当然这是实践者基于已经接受的思考模式的 形塑结果 因此就实践哲学特质的中国哲学系统性架构而言 这就显出了在系统内的知识的绝对性性格 以及系统之间的知识的相对性性格 中国哲学的特质固然在于实践 并以实践理论之形式而构筑起上述四项哲学 基本问题的解释架构及理论体系 这固然是中国哲学最主要的特质及思维模式 或可说是中国哲学最强出于西方哲学的重点所在 然而哲学的问题并不止此 西方哲学所擅长的思辨形态 亦有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涉及之处 而这种思辨形态的哲学活动 一样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 藉由纯粹思辨的哲学活动而产生的 对种种实践哲学的概念规定的讨论 这种讨论中所得出的命题并不涉及经验 因此亦不在经验中简证 这就是表现在老子对道概念的抽象规定 以及诸熙在《理气说》中的讨论诸义 因此不同系统以经验不同而否定他人系统的讨论是不合法的 因为这种问题内的命题建立是完全决定于系统内的自行定义而成立的 存有讨论问题并非本文讨论 讨论重点 暂不多做展开 三 知识体系的适用范围 前述具体经验的掌握在世界观 而世界观呈现为哲学基本问题的解释架构已作为共同的思考模型 如此则中国哲学知识客观化的工程已然完成 但这是就学派内部建立知识理论的脉络说的 若是从学习者角度从外而内来看待及使用词各系统的理论时 因着中国哲学理论系统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特质 此时即需谈一个知识体系的适用范围的问题 谈理论体系的适用范围就是谈思考模型本来所面对的问题意识以及解决方案 把这个问题厘清了 就是将如是到各家的价值命题的适用场合予以厘清 厘清之从而得以准确的应用之 则能使三交的价值命题获得具体实践的效果 从而被肯定为真理 并得使三交互参而不需有冲突 如此则能兼顾在特定场合上使用特定理论的理论绝对性 以及在不同场合上使用不同理论的理论相对性性格 这个适用范围问题的发生 是因为三交真理观命题都是以普遍命题的姿态所做的宣告 所谓普遍命题就是适用于整体存在界的所有事项的命题 因而一旦主张不同 则立显三交冲突 然而 每一套哲学体系本来只是在回应一些特定的问题而进行的知识建构 就哲学命题的学习者及实践者而言 真正准确的理解境界就是准确的掌握该哲学系统的适用情境从而实践之 因此从知识研究的角度来说 明确化所研究的理论体系的适用范围确实是重要的哲学问题 这也是将绝对性的真理观落实在生活世界的相对化之的做法 相对化之并非弱化其普遍性而是准确化之其具体经验意义 例如研究人的身体的学科可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所述各不相同 但各种学科知识都是真实有用于人类身体的 并且也无需冲突对立、生己处人 也就是说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是有各自的知识领域 虽然面对共同经验对象 却有不同的经验知识 人文领域的知识意应如此 如是道的普遍命提议的有各自的知识领域 以及其适用范围 准确掌握适用范围 即是在生活世界中的情境理解 就如同周易、六十四卦的各种情境知识的学习一般 理解当下情境是属于哪一个学派的知识讨论领域 从而使用这个学派的理论知识来面对这个情境 这就是探究各个学派的知识适用性问题 以下陈述之 就如学而言 如学源起于关切社会体制的道德规约问题 在既定的社会体制架构中思所管理者应有的修养品德 从而追求百姓幸福的生活 以百姓幸福为终极目的的道德信念为价值核心而建构相应的思考模型 在这个思考模型中将现实世界视为真实且永恒的世界 九、世界永远存在 并且深深不息 持续提供人类生命延续的资量 并要求人类生活以道德意识为修养方向 以建立理想社会体制为终极目标 以实现整个社会的礼乐教化为世界存在的根本目的 因而当儒者面对天下事时 则要以道德意识来对待家庭、社会、国家、天下 使其意义理想化之、以为个人修身处事的价值方向 儒家、价值的适用范围当然就在现实世界中 在活着的人的理想生活秩序的建立之中 因着这样的信念 儒学对于死后之人与鬼神存有者 都仍然是以观设于现实世界人类的道德活动为其存在的价值定位 不论是活人还是死人都要以道德意志为共同价值 并没有任何鬼神有更高于现实社会人类道德价值的主宰权 鬼神依然遵从于人间圣人的道德意志 死后祖先也以作为活着的人的道德崇敬对象未存在意义 十 道德就是在社会体制中的伦理行为 就是使社会生活更美好的价值规约 所以整个儒家的思考模式都是属于人间社会的生活准则 因着儒学的现实性格 儒学在现代社会辨人有存在的价值 一切社会体制建制包括家庭、公司、政府机构、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 伦理与人际关系都仍是儒学价值适用的范围 包括个人修养与组织理想等事物 儒学价值观都仍然有其指导作用 道家老字哲学是针对儒学所关切的社会体制建制之并真而发展的价值思维 并真所在及在管理者自身之私心虚伪问题上 解决并真的方法在修养功夫上集中着力于化除领导者自己的私欲之心 对于老字哲学而言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无畏无畏就是无私心 无私心就能团聚人心从而完成理想社会体制的建制 因此 儒学价值所适用的领域 亦皆是道家老字哲学所适用的领域 道家老字哲学的适用范围 与儒家哲学完全相同 儒家价值所到之处老字智慧立刻跟进 尤其在管理行为中的人际关系之间 更是老字无畏价值观适用的场合 十一对现代社会的作用意义自古至今未有减杀 道家庄子学的思考模型就大大不同于儒学及道家老字学 庄子学以追求个人生命最大范围的自由为目的 整个现象世界对庄子而言都是人类活动的场域 不同于儒家仅以社会体制为真正关切的范围 人在天地间自然间与社会坚硬有益绝对的逍遥自视性在 不应受任何社会体制的束缚 社会体制并未体现真正的生命价值 固然无需破坏社会体制 但至少眼见所及的体制都是恶劣至极的 因此无需为其效命努力 人类生命应以在天地自然之间作为一个绝对自由的精神体位价值目标 庄子的思考模型中蕴藏了神仙世界的向往 庄子哲学在后来的发展中成为了神仙道教的经典宝库 神仙道教认为人类生命应该可以以神仙形态自由出入天地之间 从而追求永恒不死的生命 至于追求不死生命的修炼方法在 庄子书中所言不详 因此庄子学也会被认识为是追求心理意境的绝对自由的思想形态 这就是郭向著庄的形态 即便如此 由于庄子思考模型中缺乏对于社会体制的认同与肯定 因此完全不同于捍卫社会体制价值理想的儒家系统 它所追求的是在现实社会中的个人自由 因此成了所有个人性专业工作者的精神导师 专业的技术 浪漫的艺术 抽象的选想 严肃的理性 种种不涉及管理及维护社会体制的高度精神智性活动 都可以在庄子思维中找到知音 虽然庄子思想有不入室的性格 但它在现代社会中仍有极为广泛的应用性 它解脱了人们受禁锢束缚的心智 在不破坏社会体制也不积极参与投入的前提下 追求个人精神生命的高度自由施展 道教知识世界亦可先赞分位两行 其一位道士道教十二 其二位神仙道教十三 道士道教以道士之专业训练能力来处理鬼神与人间互设之事物 以建立一个人神共构的世界为理想 所依据的价值信念仍同于儒家 只是宇宙论问题中增加了它在世界的存有者 神仙道教以个人身体进行生命修炼 以追求长生不死之神仙为目标 至于成为神仙之后的生活理念则是不一而定 这还要看不同教派的理论内涵才能讨论 以下先论 道士道教 道教自一开始就以鬼神世界为知识探索的范围 从而建立以鬼神意志为中心的价值信念 道教思考模型中有意明确的他在世界 他在世界有鬼神为主宰 鬼神主宰他在世界也主宰此在世界 现象世界的一切事物的发展历程是依据他在世界的鬼神意志而进行的 现象世界的事物之处理因此必须以鬼神意志为方向 中国的墨加吉属于这一类型的价值思维之一 道教通常列有最高神指 最高神指的价值信念却多与儒家相同 以及依然已建立良好社会体制及人间秩序为意志 但这是指的有理论建构的道教宗派 至于生活世界中的宗教活动 则被认知为鬼神存有者中也是有好有坏的 不好的他在世界存有者亦有可能干扰人间的生活 处理方法及是训练专业人士协助人间对付之 也就是道士 道教发展历史中依据受过专业训练之道士 是对于鬼神世界的经验之事而建立许多世界观体系 也就是各家道士道教的世界观理论体系 所以道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各教派系统的他在世界的最高神指各个不一 信仰者多半个平机缘 随所接触之教派而信仰之 道教价值观的适用范围必定是在涉及他在世界的鬼神事物之时才有用的 在不涉及鬼神事物或不认为与鬼神事物有关之现实事物及无道教活动的空间 由于道教处理现实事物的渠道都是通过鬼神而作用的 因此道教知识成了人间知识中的特殊知识 不对他在世界有认识能力的人对于所接触的知识是没有真实经验的 这种没有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经验却又要接受 鬼神意志的指导的行为 这其中就充满了真伪难辨的情势 所以常有教团道教被专业神职人员操控 而从事政治活动的情形 从而产生政教间的紧张关系 也常有神职人员欺骗无知信众而扰乱社会的情形 因此厘清道教知识性格是具有现实的社会功能的 神仙道教将存在世界是为人神共存的世界 神仙即是在天地之间自由来去的存有者 追求神仙理想者在现实世界中亦有许多道德实践的要求 这些道德实践的要求与辱者所追求的目标依然是一致的 此外 神仙可谓即是人类存有者之中具有高超能力的人 神仙本是凡人作 神仙是人经修炼而成的 中国历史中进行神仙修炼者多以 其修炼的记录历历皆存 当代亦有其理论研究之作 十四 只是现实世界中的一般凡人却没有办法经验到 因此这项修炼知识及修炼成功之后的生活经验亦是一大奥秘 神仙道教 对现代社会而言是可有可无的 是现代人中的特殊少数有兴趣者才会接触的事物 就现实社会的价值信念而言 社会中人是可以不理会这种知识的 但是他的神秘迷人之处却仍然会吸引若干少数人向往从事 只有有兴趣的人才会与这项知识及其价值信念发生关系 至于一般民间信仰中的神仙知识多半未经减证 未经减证 未经理性化研究就信以为真的行为叫做迷信 但并非被迷信的事物就一定不是真的 而是信仰者在自己上不具备真伪判断能力就从事相关修炼活动 这当然是极为危险的故以迷信称之 欲摆脱迷信的批判就必须对于宗教知识进行客观化研究 中国佛教从生命现象的探索出发 确认一切生命活动是在条件积聚离散中来来去去 因此不可能永恒存在 既然不可能永恒存在 却仍想要持续经验 永久持有 因此时时面临失去的焦虑 因此永远生活在痛苦的历程中 如要解消痛苦 智慧的态度就是在一切情境中都不坚持任何特定态度 从而随顺现象 而经历种种历程 最终获得生命的永恒超越 十五 佛教知识世界中的奇异性是更严重的 有功夫论上的奇异也有宇宙论上的奇异 佛教知识发展历史经过许多阶段 最后在中国地区流行落实的是 中国大乘佛教诸宗派 基本上共同信仰轮回生命观 业力因果观 众生皆可成佛等等 就这样的思考模型而言 中国大乘佛教即是亦有他在世界信仰的理论体系 但是他在世界还有许多单位 各单位世界以该世界存有者的意志力量而构成 包括山河大地及人生动植 所有的世界又共构一更大的整体世界 不同层级的世界中仍有着不同程度的意识坚持类型 基于这样的生命知识的认识 生命的意义在于认清真相 从而追求清醒的人生 清醒的人生以去除不当坚持为目标 透过种种修行的活动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个人生命史 辗转过渡在种种不同层次的世界时空之中 最终应追求的生活在一整体大世界中的境界 而成就实践者自己的最高存有者境界 即成佛 佛教世界观价值体系的适用范围 其实是变在人生的所有事物上的 基于随顺修行的基本信念 基于业力轮回的生命知识 从开始修行的一刻起 不论是任何人生角色的扮演 都以帮助他人并且舍弃自己的欲望位方向 所以无碍于现实世界的任何情境的生存活动 十六 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需求而言 佛教价值观念是可以适用于任何情境的角色扮演的 但是在使用时人要准确的查知他的空性智慧的价值意义 佛教修养功夫是完全适用在自己身上的动机欲望问题的 而不是拿来管理别人的社会行为的 可以开导却不能要求 一旦要求就掉入有社会阶层观念的儒学类型了 中国佛教中人常在这种儒佛奋迹上不能分清 以致以佛入儒 所以小乘修行者先已远离世俗未出及功夫 呆舍离精神已完全充实或至一定境界成就 则应转向已接触世界救度众生的菩萨道修行方式 此即中国大乘佛教的直接入世已救度众生的精神 这也正就是为何有大量中国佛教徒进入社会活动中的缘由了 4. 真理观的客观减证问题 中国哲学思维的客观化知识工程首先表现在一切知识的经验现实上 其次表现在知识建构本身的系统性架构上 一旦当各家各派的理论建构完成 而进入学院内进行系统真理观的知识检证时 则上述系统性及经验性两项议题即需一并考量 因而有着关于中国哲学各家各派的理论检证的特殊课题 首先从系统性架构来谈 虽然各家各有术语系统以及知识架构 但是各家的术语系统所回应的哲学基本问题就是 本体论、宇宙论、功夫论、境界论、四项 中国如是道三学理的重要哲学命题 哲学理论都可以在这四项基本问题的解释架构中 被清晰地表述出来 所以以这四项基本哲学问题作为研究架构的运用 就是明确化传统中国哲学思考模式的工作方法 是使得中国哲学得以被系统化的认知的途径 建构中国如是道三教的知识系统 就是先确定思考模型 从而以此为思维活动中的认知架构 并成为确断知识的客观依据 中国哲学并非没有体系性 并非没有逻辑推演上的命题一致性 只是现代学人早已不生活在传统文化的术语使用经验中 现代学院也不使用传统表达架构作为知识介绍的工具 因此诠释传统哲学命题的知识架构必须现代化 现代化才能使其易于被认识 从而可交流 前述四项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即是现代学院得以理解的诠释架构 它当然也是传统知识在理论化过程中真正进行的架构 透过这个架构即可彰显传统知识的意义 更可以进入当代学术社群之讨论中 因此建构这个架构也就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工程 在上述知识构构构构构的使用下 如是到各家真理观的客观性讨论便得以进行 这个讨论就是要结合适用性领域 并以获得准确经验为实现极简证的落实 以下集就三教各家各派的理论系统进行实现极简证问题的讨论 此处的讨论重点 以其为是现实世界还是涉及它在世界位区别的重点 首先 如家及到家老子之价值主张在现实社会体制的人际互动中实行之便得以确定 因而被其普遍化的价值命题也只能是在经验世界的社会体制中才有效 它的知识内含落实在经验现象的世界观知识体系中 理论一致性的工程在两家中都已完成 剩下的只是去实践它而实现之而已 实际上 实现之即是简证之了 因为孔老二家的理想就在于家国天下之中 人人得而见之 只要不虚伪 是非好坏是极清楚的 简证的难度不发生在系统的难以被认之上 而是发生在实践者因私心欲望而难以真正实践上 如者以仁义理智为价值其向进行心理的修养活动 真正做到了就是实现了即简证了孔老二家平天下即取天下的理想目标 其次 到家庄子哲学要分现实及它是两部分来讨论 庄子哲学的现实主张部分 在哲学史上有不同的诠释 个人观点不同 见仁见智 关键即在庄子是否否定社会体制 笔者是主张庄子是否定社会体制的 在不涉及体制内的事物时 庄子的自由精神的价值一含才或充分彰显 而其简证的原则即同于孔老二家 即是以现实世界为实践的场域 以体现逍遥自是无目的有巧妙的造化精神为心理修养的奇象 至于在初世主张部分则同于道教及佛教中的他在世界的知识客观性问题 这种涉及他在世界的哲学理论 就体系性建构部分 道教及佛教理论意义充分进行 至于是否真实 这就仍是经验的部分 就经验部分而言 道教与佛教皆提供了修炼修行的方法 也就是功夫哲学的知识 就知识的完备性而言 意义交代 剩下来的就是实践 实践者具备了足够的经验 获得了超越的知能 实自然能够感知涉及他在世界的宇宙论知识 然而他在世界是否确实如其所感知者 这个问题就不是理论的问题了 理论的问题就是知识是否交代清楚 如果知识交代清楚了 实践者也认真的学习操作 自然有实践成功 从而获得减证的可能 如果减证不成功 当然也可以宣布不成功 只是这仍然涉及操作得当于否的问题 因此这种特殊知识的操作实践过程中 常常是需要有有经验的人的指导的 若有未进行实践减证之人要对一个体系进行论断 这便只是外部的知识批判 而外部的知识批判是无法否定知识的 他可以就系统的推演结构进行批评讨论 但无法针对经验实证发言 当然 就信仰者及实践者而言 即便是进行了实践 实证了命题 此时此一理论体系之真确性 依然只能说未对实践者未真 这就是他在世界经验知识的特殊性 因为这些经验永远只发生在少数实践成功者身上 十七 当然 这仍然不表示特殊知识及不是知识 这只是表示特殊知识之知识客观性的特殊性 道教的神仙理论 佛教的轮回观念 菩萨知识等等都是这类的特殊知识 他的真实客观化的确定只能在特殊经验中实证 从哲学研究的进入对真理观进行讨论时 我们对这种知识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 以上从知识系统的此识性及他识性的区别谈理论简证的特殊性 以下从知识的经验现实性谈理论简证的特殊性 就经验之实现而言 三教体系的价值原则引导人们实践的方式 在经验的当下中依据此一原则而改变现实世界的运作秩序 这就是价值观的创造作用 十八 在这样的实践之、改变之、创造之的活动进程中 价值原则以真理观之姿态主导了经验 使得经验发展为实践者抑郁发展的结果 因此价值观是最重要的理论 它就是中国哲学各家价值意识的本体论在讨论的问题 因为它将改变人生并且创造社会 这就是它所具备的经验现实性意义 经验的实现是一回事 经验的准确掌握是另一回事 既然价值指导实践 而价值又是针对特定情境的价值主张 因此在实践之际就会发生情境掌握的准确与否的问题 以及实践之准确性问题 实践者之经验即是实践者所认为之真实世界的现象 对于众多实践者而言 却由于各自对人生事物的观察理解力的差异 以及对价值原理的适用性泛育的认知差异 便将造成众多不同的经验处境判断结果 如何确定所认知的经验的真实性 或是怎样才能认出所经验的情境是这套价值观所应该关照的 更简单的说 何时何的使用何套价值主张 如果总是使用适当 不仅价值哲学的真理观无从正立 甚至更会根本否定价值主张的真理性 此时应处理的问题有二 其一为实践者自身之理解力的问题 其二为价值原理本身的涵盖面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 仍然是实践者自己的素养问题 这是需要实践者今年累月的实践学习 累积经验才能成就斐然的 这也就是一个个个体生命的修养锻炼的历程 是每一个个人提升生命境界的功夫活动历程 如是道三教都有丰富的锻炼案例以供参考 但实践仍是提升经验能力的唯一方法 实践之达成之从而正成之 这就是中国哲学实践进入的真理观正成方式 为什么要实践? 就是因为这套价值信念是真理 然而 对真理系统的认识 却常有因经验不足及程度不及而致认识不准确的缺失 因此 从知识的研究而言 我们更应该关切清晰陈述三教价值命题真理观的客观化 及适用性问题 也就是该理论本来的涵盖面问题 因着价值命题的主观特质 因此理论体系的客观化就在适用范围的明确化 中国如是道三学的主观价值理论的客观化保证 就在这价值理论本身的涵盖面范围是否被准确使用的问题上 只要这个系统的实践者所要处理的经验事件是在这个理论本身所适用的经验项目下 而实践者又具备充分的经验素养及知识能力 那么实践成功的可能是绝对存在的 经验原本就是在一整体世界中的人际互动的历程 理论体系对于经验的整理 安排与确断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涉入 理论体系的涵盖面不足 却仍要强未进行的时候 那就是理论会被经验否证的时候 面对这种窘境时 学派继承人常会在后来的理论建构中合理化 经验不确定现象 但这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 真正理性的解决方式是明确找出理论的限制性范围 以及它的适用性范围 过此一线之际 即非这套具有绝对价值观念的理论体系所能擅长之地 谨守一套理论的涵盖范围 然后在现实生活中准确知道处境的意义 从而应用这套理论的价值信念来面对事件 因而创造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且有意义的经验 而不必如一般进行三教辩证者的态度 气欲寒阔一切人生事物而以己说来论断一切 从而造成理论不适用的窘境 五、系统的抉择 关于中国哲学各系统之间知识客观性的讨论 大致已如上述 接下来的问题是 是否应在不同的绝对价值信念 及其所依据的理论体系之中进行抉择 以便仅仅以一套理论体系的处事原理来应对人生呢? 逼者认为此事可做可不做 从前述准确找到适用领域时 其实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从应用面来说三教皆是可学可用而可以互通的 虽然如此,人们还是有选择一教的态度 面对这个态度,还是可以进行若干讨论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有两个层面 其一为就现实人生需要 其二为就纯粹理论研究的考量 首先,就现实人生的需要而言 真正硬做的事情是就着如是到三学中的任何一系统 进行真实实践轻振的功夫活动 从而充实且丰富了自己的人生意境 如果能在生活经验中实践之、熟练之 从而逐步阻断之 那么所获得的将是自己生命境界的提升 以及对于社会福祉的开创 道佛两教即如道两家诸系价值系统的适用场域 虽然有同有益 有互相涵盖性及彼此差异性 但是各就其所关切的经验现实及所提供的知识建构而言 各家皆以十分充实完备 只要运用准确、不存成见 不在自己学派系统里取此弃比 则必能创造该学派形态的理想人生 即便或有不足 各系统内意以供给所需的智慧态度 因此实践比选择更为实在 因为三教皆值得实践的投入 至于切实实践了之后 则应转入理论的学习 并以本文之领域适用性解消理论系统的表面冲突 即能安于自己的学派价值立场 又不致无畏地攻击他交系统 至于欲以理论研究的目的 而在三教间进行理论抉择的课题 实在是一个难以成功的研究项目 首先 理论体系的真伪判断这件事情是难以确断的 因为在道教及佛教的知识世界中 有许多内涵是超越一般现实经验的 除非实践者经历过真实的实践 因而具备了超越性的身心智能 因而可以在他自己的经验世界中 对理论体系的命题一直宣告为真或为假 否则到佛两教的经验性知识 将永远只是基于理论体系的推演 而建立的哲学观念而已 因此无法借由未经锻炼的身心智能 而对其经验知识进行评价 并从而抉择 如果人欲为此 即必然是以自己的理论系统的知识意义 误解他人系统的知识 在这个意义下的抉择是谈不上什么理性的客观抉择的意义的 其次 一切经验以实践者的观念而出现意义 经验无穷 理论体系永远也只是紧追在后 殊不知因着人类智能的增进 时时都有可能创造更新的理论体系以应付最新的经验现象 因此三教皆在历史进程中各自不断创新发展 既然各家人在创造发展 那么这个取一T3的理论研究工作将面临的是 就学问重组未及而心学已然长成 因此重组于抉择恐是多余的动作 和不认由其展现各自的理想 让多元价值皆为所用 其非人类文明之福 第三 就理论建构本身而言 三教各自已建构成一完整的知识体系 各自适用于不同层面的生活课题 本文的理论适用性探究 就是为釐清差异 解决冲突 从而平等对待 各是其用之目的而做 所谓的抉择其实就是要以一T3 然而人类生活复杂 只能护一 三教所面对的问题 都是人生真实的问题 人们不可能只面对某些问题 而舍弃某些问题 因此三教理论上的合一便是不必要的 反而是三教适用上的交流 才是真正的重点 为适应人类众多的生活问题 各让如是道自善盛场 其不更为明智 第四 纯粹就理论的技术面而言 中国三教各自的术语系统 以及表述形式差异甚大 就可交流部分 在2000年来的传承中 早已互相交流 在不能交流的部分 则仍存有数不尽的差异 选择一套系统 并构筑含设其他系统的新理论 在术语的转译及问题的连结上 即不可能 事实上连各教究竟有 哪些确定的理论材料 这件事情都实质上 不可能清查完毕 更遑论由它交来 进行含设性转译的理论 并构性工程 而若是要另造一新系统 以包设三个旧系统 则是更没有成功的可能 因为材料量过于庞大 以致比以一T三根不可能 这就同时说明了 中国三教士在现实人生的实践 需要终成长起来的知识体系 建构理论的动力来自生命实践的动能 并非仅是文字 概念 符号 命题 系统的抽象思辨工程而已 因此建造新系统这样的想象更是多余的 回归中国实践哲学在生命的需要中进行推展的实况 正确理解 准确运用 尊重三教 交流互用 不但是三教不需互相辨证 更且是在同医学派内 亦不应再分彼此系统 越有智慧的实践者 越是认真投入异法门 却旁通通灌各法门 而不在法门间与人争辩 辩也者有所不见也 录 结论 关于中国哲学真理观的讨论 仍是中国哲学方法论的一环 本文侧重中国哲学知识特质的客观性问题 而展开讨论 主要强调三教理论系统间的主观性及客观性意义 以及理论的经验实现意及简正义 藉由经验世界及他在世界的世界观区别而对上述真理观的客观性进行讨论 而指出实践哲学形态及涉及他在世界的特殊知识的真理观特质 就中国哲学方法论而言 更细节的讨论 因为进入哲学基本问题的彼此关系及以上述基本哲学问题的解释架构 全是传统文本的解释工程 及由之而呈现出的三教差异及辩证的厘清 以及各教内部各系统的冲突之解消等等议题 此则尚非本文所及 就此一系列问题而言 笔者页已提出许多观点并发表于多处期刊上 而本文写作之重点并非着眼于解释架构的问题 而可以说是着眼于整个中国哲学知识特质的知识论问题 就本文之真理观的客观性讨论言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不仅以理论系统的思考模型而呈现 更重要的是要以实践的切实而实现 并且只有实现之才有减证之的完成 就不同系统的纯粹理论辩论而言 是从来不能有理性的客观结论的 因为各学派系统都是在实践的感知中 才转述为客观的知识命题的 这也正是本文最重要的结论重点 那就是三教间在理论上不能统一 但可以交流 而交流就有赖于共同的 哲学基本问题的解释架构 在统一的架构中 三教各自论述自己的一理形态 并形成系统内的绝对体系 但却必须接受不同系统 兼以世界观及问题意识的差异 而至有效使用范域的差异 因此各个系统皆是互为主观 也就是各自都是相对性的客观体系 至于以实践的实现而简正未真 亦必须只在该系统的世界观范围之内 才可能未真 并且这个简正是只有在实践之后 才有可谓 系统的理论建构则 只能讨论是否形成一致性的哲学 基本问题之间的推演关系 此时并无实践与否的问题 只有系统完成与否的问题 以上种种关于中国哲学真理观的讨论 因着中国哲学的特质而呈现多层面的意义 相关问题还很多 本文之讨论暂结于此 初稿收件 2007年02月05日 二稿收件 2007年02月09日 审查通过 2007年03月01日责任编辑 吴明峰 作者简介 杜宝瑞 台湾大学哲学博士 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通讯处 10617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一号 台湾大学哲学系 E-mail Bowrui.tw at yahoo.com.tw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Bowrui Bowrui Associate Professor Bow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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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wr сте Bow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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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nderthe directions between the internal philosophical structures of the fundamental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bu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oth in their world views and problem consciousness each of the three religions leads to the friend type of theories that look subjective to one another and therefore must be seen as relative truth? Second, in terms of applicability, it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three religions are originally meant to solve different problems and therefore the applications of their views of truth should be trained at the right target area. Third, about the question attesting, we point out that what can be practiced and realized will accordingly be attested to be true, while what can be practiced but not realized should not be simply regarded as something denied by the system, because the practitioner's ability must be factored in. Fourth, in terms of choices, it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 three religions don't need to be united as one or made into a new system, mostly because such a unity or new system is neither necessary nor easily realized to the needs of life or theoretical techniques. What really matters is to understand correctly and to interpret precisely so as to solidly practice and create an ideal life? As a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an important section of the methodolog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talk about the nature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b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verification, and choosing. Key terms, the view of truth, fundamental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methodology, realization, practice, attesting. 以本文为参加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研讨会而作澳门中国哲学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福人大学协办2002年8月25日-28日地点澳门南湾大马路京都酒店。 预议谈搞立税Chara田中心研究试吻 二,世界观, removing the vocabulary 这个概念, cf3 这个概念, involves the esta概念, cF6 这个概念, cf4 这个概念, cf5 cf6 应该是中国哲学范畴中, 中国哲学範畴中最具有实用性的一个概念, 这就是意识,它可以就当成是形上学概念来使用, 因此它就包括了价值意识的本体论与具体时空的宇宙论的意义 三、参见卓著 杜宝瑞 1993年01月 绿泽中心的老字诠释进入 台北哲学杂志 第三期 页142157 四、参见卓著 杜宝瑞 反者道之洞 台北洪太出版社 1995年07月出版 五、参见卓著 杜宝瑞 庄州梦迭 台北武南书局 2007年1月出版一刷 六、参见卓著 杜宝瑞 庄子 其物论的命题解析与理论架构 2006年07月 哲学与文化 文化月刊 第三百八十六期 七、参见 中国道教史 清晰太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年4月 1988年4月 第一版 李扬阵 道教概说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 1989年2月 第一版 木中建 胡福琛 王宝炫者 道教通论 山东 奇鲁书社出版 1991年11月 第一版 刘京成者 中国道教史 台北 文经出版社 1993年7月出版 八、参见杜宝瑞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 辅大哲学论集第三十三期 2000年6月 夜六十三年9月 二 杜宝瑞 哲学与文化 月刊第三一六期 2000年9月 夜八三七 八五一 九、现实世界 指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经验现象世界 这是儒者的关切 道佛两交的关切 世界还摄入了我们这个经验世界以外的鬼神世界 所以我们说如是道三教有不同的世界观 十、至于儒学各家系统中的宇宙论 究竟是肯定鬼神存在还是否定其存在 就不一而定了 这一部分的理论因为非观儒学根本要义 因此各系统多位有明确的意见 但如学史上人有张宰及诸熙的系统 予以正式讨论而有鬼神存在的宇宙论建构 但相较于道佛论 它在存有者而言 张宰及诸熙的系统中疏漏之处尚多 显见却非如学世界观所含及问题关怀所设 参见 北宋如学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5年4月出版 杜宝瑞 2004年8月 从诸熙鬼神观谈三教辩证问题的如学理论建构 东吴哲学学报 第十期 夜55年9月2 11 参见卓著 杜宝瑞 2001年11月 如道互补价值观的方法论探究 哲学与文化月刊第三百三十期 页九百九十七 十二 道士道教为作者个人使用的术语 指自东汉乙匠的教团道教 教团中的领导者必须具备与鬼神沟通的能力 如天师道教中的天师 而道士则是今日一般日常用语 只能与鬼神沟通的神职人员 他也必须具备足够的德行修养 否则其法力难续 道士毕竟不同于神仙 道士仍然是人类 神仙就是另外更具超越性身心之能的存有者 所有教团道教都有道士 也都有鬼神 但道士并非由人而修炼成神之神仙 因此从事由人修炼成仙的道教我们另称为神仙道教 十三 神仙道教 概念参见胡福称教授言 神仙道教在哲学上的前驱 如先秦的老庄学派 验其方式之学 汉代道家皇老之学乃至方仙道和早期道教的一些道书 比起中国哲学史上 比起中国哲学史上魏晋以前的其他学派 更重视宇宙论的研究 并把气的概念作为自己宇宙论的基本范畴 魏晋神仙道教 页257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2年10月台湾出版一刷 另参见中华炼丹术和宗望者文经出版社 1995年12月一刷 经元全真道内担心信论研究 张广宝者文经出版社 1993年7月出版 单道功夫即是修炼神仙术的功夫 14 参见 道学通论 道家道教先学武 先学篇 胡福称 吕熙称者1999年1月第一版 15 以上观点参见 杜宝瑞 2003年7月 小于人家经的重要知识意义大于 华泛人文学报 第一期 页209-242 16 作者这样的陈述就禅宗哲学的观点而言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参见 杜宝瑞 2001年 会能无念功夫的实践方法 哲学杂志 第36期 夜40年7月5 17 关于中国哲学的实践性格中就价值性命题的正程是只要有少数人实现了即是正程这个观念 请参见 杜宝瑞 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与中国行上学问题一事 辅大哲学论集第34期 2001年7月 夜147 192 18 创造作用是沐宗三先生对于如学理论的真理性的最重要的肯定 沐先生认为可以谈创造作用的哲学理论才是存有论的圆满 作者却认为道佛两教义不缺乏创造的观念 不论是说明世界存在的宇宙论意义的创造 还是说明社会理想工程的创造 相关讨论参见卓著杜宝瑞 1999年11月 从穆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香港人文论坛 1999年11月第70一期香港人文哲学会出版 19 参见 杜宝瑞 2000年6月 小于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大于 辅大哲学论集第33期 夜63年9月2 杜宝瑞 2000年9月 哲学与文化月刊第316期 夜837 underscore underscore 851 杜宝瑞 2001年7月 小于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 问题意识大于辅大哲学论集第34期 夜147 192 杜宝瑞 北宋如学 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4月出版 32006 122821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15.50分40秒 GMT 28 2034 11年1月 DFC 5年4月 95 E4D 640 C 0003 Heights 6122821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对木宗三权是朱子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首页 向上 功夫境界世界观示意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对傅伟勋 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冯有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冯有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有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如学的理论建构 冯有兰 真元六书 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有兰 真元六书 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对木宗三谈宋明如学之所以为心如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宋明如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从木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对木宗三宋明如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批评珠希与成怡之大学诠释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珠希与 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珠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诠释珠子人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珠希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一世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如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ong H. Fenn 方东美对中国大臣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对大臣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 对唐军一高举如学的方法论反省 档案下载 对木宗三诠释珠希人说的方法论反省 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杜宝瑞 摘要 本文讨论木宗三先生对朱熙人说的批评意见及方法论反省 首先说明木宗三先生的哲学问题一是 在于对比中西哲学而主张 如学系统是唯一能完成形上学的系统 以此之故 木先生特别关心儒家道德形上学的正诚意 于是所说之本体宇宙论的纵贯创生系统 成了宛和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 中西的如学系统说为别子主要关键在此系统中并不说明主体活动 而又将朱熙全解大学说功夫四弟的格物穷理功夫说为只管认知不管意志纯粹化的活动 本文之作即是江木先生的意见重作反省 指出朱熙说存有论与功夫四弟论并不违背孔孟实建议 只是说了不一样的形上学系统即讨论了功夫四弟问题 而功夫四弟问题亦不是对立于本体功夫的问题 以此还原朱熙学思的形态定位 本文借由穆宗三先生批评朱熙人说的意见而进行方法论的反省 关键词朱熙人说存有论方法论逆绝体振纵贯创生 大纲 一、前言 二、对穆宗三谈中国哲学及儒家哲学意理形态的意见定位 三、对穆宗三谈珠子学的意理形态之意见定位 四、穆先生对珠子诠释的工作架构 五、穆先生对朱熙人说的批评及反省 六、结论 一、前言 当代大如穆宗三先生 可谓当代中国哲学界中在理论建构上属绵密广袤 深刻幽远之第一人 他上下如是道 宗说中西应 而最终归本于儒学 穆先生可以说是当代新儒学最重要的理论家 哲学家 说穆先生所建立的儒学优位的哲学体系是当代新儒学中的最大系统应属实至名归 穆先生的儒学建构就是当代新儒家的第一典范 而这个典范的建立则是在穆先生消化西方哲学 融通中国如是道三教 又清典如学本意 原形 原教的一连串论述历程后的结晶 这个结晶品中 却对诸子学多有批评 认为诸子学不是孔、孟、义、雍、周、张、陆、王一大系统内的形态 此一评价可谓是关重大 传统上诸西的夫子地位直逼孔子 宋明儒学中以诸王位最大二家 数百年科举考试中以诸西集注位教材 穆先生却以别子位宗定位诸西非孔孟的传 穆先生如何说此 此说能否成立 诸西究竟成就了什么形态的儒学创作 是否却非孔孟的传 本节即将讨论这个问题 将诸西学术形态从穆先生的定位系统中抽离而出 以哲学基本问题的诠释架构 重新定位诸子学在儒学史及中国哲学史上的理论地位 本文之进行 将首先说明穆先生对儒学根本形态的定位论点 在从此反素穆先生思考儒学问题是如何从西方哲学问题解决的思路上进行 以针定穆先生理论关怀的根本问题意识 以此即可重返穆先生对珠西诠释的意见 予以重新解读 穆宗三先生对珠子学的讨论 在他的主要作品中都有不断的意见的表层 但是最重要的制作当属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之作 全书就讨论珠西艺人的哲学 由于该书之讨论意十分繁琐 本文之作及警就其中 人说部分进行重新解读及意理定位 实际上该书中穆先生对珠西 中和说的讨论最为大宗 概分三章进行 即占全书之一半 且其中的讨论时已蕴含穆先生 对珠子学意见的全体 因为其后珠章杰所讨论的珠西人说 孟子全是心统性情 理气说珠义都在中和说中讨论过了 关于穆先生对珠西中和说的意见 笔者已另有专闻讨论 而穆先生对珠西人说的讨论 亦是形成穆先生全解珠西的关键要目 本文正欲集有此一讨论 深化笔者对穆先生全是中国哲学方法论架构的 离清工作 2、对穆宗三谈中国哲学及儒家哲学意理形态的意见定位 穆宗三先生以论 孟、雍、义未儒学的原型 以向山、扬名学为孟子的发挥 以横渠、明道、武丰、吉山为雍、义的传承 而成仪、珠西却是其初于论 梦、雍、义的心系统 参见穆宗三先生言 宋明儒学中有新的意义 而可称为心儒学 这时指在依川珠子之系统 大体以论梦中拥义传为主者是宋明儒之大宗 而义教和仙秦儒家之本质 依川珠子之以大学为主则是宋明儒之旁之 对仙秦儒家之本质言则为其初 以令箭 为积极地把握此意者是横渠名道武丰与吉山 此事成中拥义传之圆满发展 而言此意者之正宗 依川珠子亦承认此意 为对于实体性体理解有偏差 即理解为止是理 止存有而不活动 此即丧失于目不已知实体之本意 亦丧失能起道德创造之性体之本意 象山阳明则纯是孟子学 纯是一心之伸展 此心即性 此心即天 如果要说天命实体 此心即是天命实体 而 穆先生上述之定位 绝不是一些简单的拂面意见的定位 而是一大套理论城堡所堆积起来的 庞大系统下的论断 讨论穆先生的意见 不是简单几个态度立场能够梳理的 本文之进行 将首先说明穆先生对如学根本形态的定位论点 再从此反肃穆先生思考如学意志的问题意识来源 说明他是如何从西方哲学问题解决的思路上进行 以针定穆先生理论观态的根本问题意识 以此即可准确进入穆先生对珠希诠释的意见 而予以重新解读 讨讨论穆宗三谈中国哲学及儒家哲学意理形态的意见定位 要从穆先生消化康德哲学谈起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 书中建立物自身不可知之说 建立普遍原理的二律被反说 而在实践理性批判 书中建立依实践之境路而设定之三大设准 唯物自身人不可知 然上帝依其智的直觉及能知之 上帝知之之及实现之 而穆先生认为 中国哲学如是道三教的圣人、真人、菩萨及佛者 却都能有此一致的直觉 并且三教圣人皆是一般人存有者得以努力达致的 甚且西方的上帝概念仍是疫情时的构想 而中国三教之学却都有其实践之境路以为价值之保证 是实践而正成其行上学的普遍原理 这其中 穆先生又指出 整个西方哲学是意为实有而奋战的哲学 穆先生认为 哲学即是意因为实有而奋战之学 而中国如是道三教之中却只有如学的道德意识是真主张实有之学 其为透过道德意识创造现实世界而有着在圣人主体的实践之保证而保住实有 因此是行上学只有透过道德进路才能保住实有而未完成 依据这样的思路 古今中外的哲学体系中的行上学的正立问题 便就是中国儒家哲学的道德的行上学才有其终极的完够 因此此一由圣人实践天道道德理性的实践哲学 既是行上学的保证 又是行上学的完成 完成一本体宇宙论的创生系统 完成一由圣人之逆觉体正以实现天道理性秩序的哲学系统 也正是在这个诠释立场下 朱熹学斯被视为其初 依比者之见 穆先生的思路可以重新解析如下 首先 穆先生关心行上学普遍命题的成立保证问题 依康德哲学之拆解 整个西方传统的思辨行上学 因理性能力的反思 已被赤位不能成立 而在康德哲学系统中 则另以实践的所需 且以设准的地位 而说行上学普遍原理的提出的可能 并诉诸上帝的直觉 而予以真理性的保证 因此是上帝的存在保证形上的命题 而穆先生则以中国哲学的三教共有的实践之正量 来说中国如是道三教之学的行上命题的正立保证 因此是人的实践而保证了行上命题 于是乎在穆先生所全解的中国哲学系统下 实践的部分便以一理的实质内含而进入行上学构作的系统中 因而系统中论及实践与否正是穆先生别意中西哲学的判准 其次 作为当代新儒家哲学家的穆宗三先生 在三教辩证问题上高举儒学 是透过主张为实有而奋战的哲学立场 将儒学在三教辩证中高于道佛 哲学就是要论说实有 而只有儒家价值意识的道德创生意志 是唯一可以保住实有的哲学理论 因此宣称只有儒学是意识有形态的形上学 而道佛则只是境界形态的形上学 以此标高儒学 以此诠释儒学 而儒学因其不但有实有的主张 更有实践的证程 因此儒学于形上学便有圆满的完成 总之 别一中西以实践说 辩证三教以实有说 此证是穆先生高举儒学的两大判准 接着 在穆先生深入儒学系统以为各家权解之进行时 因为对于正成型上学的实践动力因素之重视 便造成穆先生及尽全力地形成一套动态的儒学存有论 自天道说 自人道说皆欲说及实践中的完成已至圆满的境界而后止 这就导致穆先生在孔、孟、义、雍的诠释中 以圣人的实践以见天道的行动 而说为以动态的实践形态的使有说的形上学 并在宋明儒学的诠释中 静见周、张、明道、武风、向山、阳明、吉山之诸多论述 皆为符合穆先生所说之实践的 动态的、使有的本体宇宙论的形上学形态 而予以高度肯定之 有主要说天道的如、中庸、义传、周、张系统 有主要说人道的如孔、孟、陆、王系统 有天道人道并说的如武风、吉山系统 这样一来 就使得珠希学斯在此一系统中被置之在外 而以静态的本体论的存有系统定位珠希 而说其所论之道体位只存有不活动 既不活动、既不实践、既非孔梦本意 而为西方形上学系统 再度重新检视穆先生的论 孟、义、雍、周、张、明道、武风、向山、阳明、吉山一脉相成的 如学系统的毅力特点 笔者以为 穆先生是把说价值意的本体论 与说本体功夫的功夫论 以及说圆满地实现了功夫的圣人境界观 并合谓一同套系统的整体形态中 价值意的本体论自是从整体存在 借整体的说的道德意志的本体论 穆先生以本体宇宙论说此一行上学 笔者以为这确实是一套基本哲学问题的理论 以及价值意识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另位说主体实践理论的本体功夫论 即是以本体的价值意识以为主体的心理活动 其项的本体功夫 此即功夫论哲学中的一种形态 此为功夫论的哲学基本问题 第三位对圣人境界的陈述 是描写主体做功夫 以达至圆满理想状态的圣人境界 圣人境界当然是以本体论的价值意识以为实践其项 而达至主体状态的圆满而说的境界 既是与本体论直接相关 亦是与谈实践的功夫论直接相关 这三项从本体论到功夫论 境界论的基本哲学问题 确实是同一套价值意识的内部推演 从而形成整体共构的系统 既有客观型上学的知见 又有主体实践的主张 更有圆满人格状态的呈现 可以说如学理论的目标即已在此显现了 然而 如学理论所追求的价值实现的目标是一回事 如学理论所需满足的作为理论建构 本身的理论问题是另一回事 并且 说明了理论目标的宗旨是一回事 实际实践又是另一回事 因此 本体功夫境界论的说出是一回事 如学还有其他哲学问题有待处理是另一回事 如学并不因为本体功夫境界论的说出 就再也没有其他需要处理的问题了 同时 说出本体功夫境界论是一回事 实际实践是另一回事 说出并不等于实践 说到了实践已为理论正立的保证是一回事 实际实践已为事实的创造及理论的证实是另一回事 因此 实际实践已是依据着上述的思路 其是依据着上述的思路以展开对于朱熹学思的全面定位 其一是形上学的定位 其二是功夫论的定位 就形上学而言 穆先生以朱熹行上学中的理概念是一指存有不活动的存有 理气说的形上学是一本体论的存有系统 本身并不能发为创造的动力以至有实践的圆满完成 逼者以为 这样的说法就朱熹言与理气说的存有论问题的定位而言是确实的 但是说他不能负担实践的动力以至不畏圆满的批评是不必要的 因为他本就不是在谈论实践的动力的问题 他就是在谈存有论的问题 朱熹就是平铺着在研译作为天道理体的理存有 研译着它是一个什么意义的概念的存有论问题 更且朱熹也不是只在谈存有论的问题 朱熹一样谈到了本体功夫境界论一贯的话语 只是穆先生都以朱熹的存有论系统为朱熹之真正意见 以至认为朱熹那些本体宇宙论的动态实践的话语 只是偶尔提到意义针定不住 一转就华诗了 这是因为穆先生并没有尊重讨论实践活动 以正成形上原理之外的哲学问题 并不将那些问题视为如学理论发展过程上的 有意义的事件而予以尊重 而是过度关切了以实践的活动而为形而上 普遍原理的正成的理论问题 即指以此一议题的相关理论构作以为孔梦的正统 而在面对朱熹明确的建构有别于论说实践的道德的形上学系统时 即以朱熹之说为外语孔梦之言者 笔者并不认为讨论实践活动而构筑的儒家道德的形上学 能够像孔先生所认定的那么样的具有哲学诠释的根本性地位 关键在于 第一 论说实有并不需要是所有哲学系统的基本立场 哲学就是没有哪一个基本立场可以算是所有哲学理论的立场的 沐先生高举之即是一三教辩证下的儒学立场的独断的结构中是 说实有固然能满足儒学的形态 但不能亦视为判断三教的标准 第二 言说功夫境界问题并不需要定位为是所有哲学系统中的最重要 及最圆满的问题 我们固然可以说中国如是道三学都有言说功夫境界问题的系统 并且缺乏此一问题及是理论的不圆满 但是因着哲学活动作为一种纯粹创造性的思考活动 新的问题产生之时即是必须面对之重要问题 例如言说三教辩证意下的儒学本位的宇宙论 言说概念关系及概念定义的存有论哲学 言说儒学意理定位的方法论哲学等等 这些都是儒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 也有它的重要的理论地位 而依据着上述两套特定的立场 穆先生及以能证说时有的功夫境界哲学 并入本体宇宙论的形上学系统为儒学正统 而以此排斥诸熙之说概念解析的存有论系统 穆先生源于中西哲学比较及三教辩证的高举儒学之律 因而找出回应中西及三教的儒学建构系统 而说为道德的形上学的纵贯纵说的创造系统 结果就只关切儒学系统中的这种哲学问题 即本体宇宙功夫境界问题 而对于他种哲学问题提出批评 即说概念定义的存有论问题 这是不必要的做法 并非诸熙不是存有论系统 而是诸熙的存有论系统不需要被批评 因为这个系统本来就不是在谈实践的问题 而是对实践活动中一切相关的概念做思辨的抽象定义工程 更且诸熙一样也有实践哲学的本体宇宙功夫境界系统 只是穆先生每当读到此种话语时接降之转入存有论系统 而是诸熙之本体功夫境界系统不能挺住其意 此外存有论这个词会在穆先生的使用中有二议 一方面是讨论概念定义概念关系的抽象思辨的哲学领域 这就是他说诸熙讨论的心、性、情、理、气等概念的一件 一方面是本体讨论的存有系统的意思 这是穆先生使用存有论、哲学的意义 另一方面又是包括本体宇宙论、功夫境界论的整套哲学系统 及其说为两层、存有论、的、无值的存有论、而为道德的形上学者 这两种用法在穆先生的论注中都时常出现 必须先做以上的厘清 在穆先生的关切实践以为正诚的思路背景下 穆先生的行上学概念便将具实践活动意及圆满实现意的功夫论 即境界论意纳入了行上学的本体论及宇宙论的领域中 这样的做法将实行上学这一词汇变成一套复杂 反所曲折纠结的理论问题 而不易于简别同在本体宇宙功夫境界论系统下的 孔、孟、义、雍、周、张、明道、武峰、向山、杨明、吉山各家的内部差异 更不能看清不在这个穆先生视为主轴脉络的传系统之内的 遗传、珠希学的理论创作的意义 就功夫论而言 穆先生以珠希论于道体之理概念为意止存有不活动的系统 以致珠希论说功夫十级华师为意认知的横射系统 此级是珠希见到不明 以致功夫走失 笔者认为 论说存有是意存有论问题 论说本体的价值意识是意本体论问题 论说功夫是意功夫论问题 价值意识的本体论直接与本体功夫的功夫论相关 但是论说概念的存有论又是另一套独立且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它是对于作为本体的理性存有作意思辨的反省 以定为它的存有论地位的抽象讨论 讨论作为价值其向的本体 天道 成体 理体 性体 心体等等概念的存有论地位问题 这是意独立的哲学问题 是儒学在理论发展上顺着人类理性的自然运思及能意识到的正常问题 它确实不是在讨论剑道的问题 因此不是与本体功夫直接关联的问题 穆先生的定位是无误的 问题指在穆先生降之并入本体功夫系统 而以之为不能实作功夫甚至是不见到的批评是不必要的 逼者以为 独立地讨论这个问题 并准确地检视朱熹在这个问题的发言意指即可 而无需攻击朱熹见到不明 就见到问题而言 朱熹实际上是有论说价值意识的本体论的发言 成以本就明确大谈性善说的意指 朱熹接续地谈人存有者的性善说 从天道的理存有说其为必然且完整的复命于人存有者的性善说 并及此性而说为理 故为之 性即理 而转入存有论讨论 而当朱熹要谈功夫论的时候 心即理 的话语一样也出现过 只是穆先生美剑及朱熹有类似向山的说 功夫的话语时 就斥责这人是以存有论位系统 因而是不真切认识的发言 分离了存有论与本体宇宙功夫境界论之后 朱熹见到一名论说本体功夫一名 但是在功夫论问题中 并不是只有本体功夫一种问题 以大学传统来说就有功夫四地问题 朱熹因着文本诠释而唱说 大学的功夫四地问题 穆先生却以教育程序与逆觉体正为不同功夫 因此批评朱熹未认知的横射系统 割裂了知行 为他律而非自律系统 为本质伦理非方向伦理 笔者认为 这还是穆先生心目中只重视一种如学问题 所导致的认识的偏差 穆先生是以辨证于西方形上学的普遍原理的 依实践而正立的问题为如学根本问题 如此即只会关注主体在自证自觉时的实践 即至圆满状态一世而已 此即本体功夫论的论子 亦即说未逆觉体正的功夫模式 而朱熹因着大学 诠释而说功夫四地论的论子 完全是文本诠释的脉络 而本体功夫论的意指朱熹一样把握清楚 因此在诠释 大学 隔制成正修其至平的功夫四地问题时 皆能挽和八目功夫为即之即行 为首尾相冠才是真之真行真完成之宗旨 一即 说主体之实践一世一回事 说功夫四地一世另一回事 朱熹并没有因权解 大学而说功夫四地就因此不说本体功夫 或是以功夫四地取代本体功夫 甚或否定本体功夫 事实上功夫四地是功夫四地 本体功夫是本体功夫 两者无从互相取代 但更不会互有汉格 旧其实 既旨 朱熹说功夫四地中的每一项目都是极之极形的说的 也就是都是本体功夫的项目 只是其中有四地 同时 格物至之而成正以至修其至平 是大学 讲义功夫四地的问题 此中需要格物穷理的 是针对经营家国天下之事业之实事之理 所求之理 人是以仁义理之之如家道德 亦是以为行为真定的价值原理 任一事业的穷理的活动 皆是以逆绝体症的本体功夫 格物至之的穷理目的 就是为着修其至平 就是为着实现圣人的理想事业 并且要实践出去 呆至平境界达至之时 就是穆先生所关切的圆交的圆满实现意 因此穆先生时无需以诸悉言于功夫 四地之穷理功夫的强调 即为之为仅只是认知活动 而非主体的心智提炼的逆绝体症活动 而为非本体功夫 这种被穆先生列为认知活动的功夫 又被赋予是他律道德 而非自律道德之批评 这也是笔者不认同的部分 穆先生说为自律道德者 指道德实践活动之为 有主体的自正自立形态 而朱熹的说法即是他律的形态 因为朱熹并没有在谈主体的逆绝体症 而只在谈认知的课题 逼者以为 一切道德活动皆应是自律的活动 道德与自律应为套套逻辑 只有在被威吓下而不敢为恶的情况 才说为他律 但此时之主体意志并非道德性的 因此一说不得是他律道德 而系统中设定了 他在存有者以为道德律令的颁布者的理论 被说为他律也是有争议的 因为主体欲为其价值意识之时 仍是主体自愿之行为 因此就行上学而言 可以有若干系统说价值原理自外而来 但是就功夫论而言 仍然必须说愿意实践的意志 是由内而来的 因此即便是某些宗教哲学中的 行上学的价值他律说亦必须说 为功夫论的自律系统 否则一切有宗教信仰之事的人 便皆能直接行善了 实则不然 他们还是必须经由主体的自愿实践 而为真道德行为的自律功夫 然而 朱熹的情况亦不是主张 价值意识是行上学的自外而来 而是朱熹并没有在谈存有论问题的时候 混淆范畴地转入本体功夫的谈 朱熹是在谈道德活动的时候 去研议那作为原理的价值意识的价值内含 或存有论地位 这并非与道德活动无关之理论事业 更不等于即是在进行以外在于主体的他律道德活动 而只是说价值意识的客观存有论地位 当然这只是关于哲学概念的讨论 本就不是正在做功夫 即便如此 在朱熹的这个存有论地位的讨论中 他还是主张主体的心极含着性善之性 此善性为主体内在的本质性本性 因此主体人是就着内在的善性而发为善行 朱熹的说法即是价值意识人是来自于内 至于做功夫的事业 这永远是主体活动的事情 可以不与价值意识的本体论在主体之内或之外的问题混味一谈 逼者认为道德活动的进行一定就是自律的 他律的都称不上是道德 即便说对于家国天下的事业的认知 可以不是正在进行道德活动 但是朱熹说的格物制之穷里都是要求实践之于身家国天下的 修其制品的完成才是格制功夫的完成 因此并没有一停止在认知的非道德活动的功夫主张 在知之且行之之时即皆是主体的自我要求的逆绝体振之时是实行之行为 因此不会出现穆宗三先生所说的他律道德的情况 以上从穆先生对中国哲学及儒学在中西别一及三教辩证下的基本立场说朱熹学的定位 说明穆先生如何以本体功夫系统以批评朱熹存有论系统及功夫四弟系统的脉络 指出穆先生可以无需如此定位以还原朱熹学的面貌 以上总说穆先生对朱熹全市的意见定位 以下先介绍穆先生全市朱熹的工作架构 然后再就穆先生对朱熹 人说的实际讨论进行疏解 四穆先生对朱子全市的工作架构 穆先生对朱熹的讨论最主要的材料当然是心体与性体的第三册 三全书皆是针对朱熹的讨论 其中对于朱熹中和说费了最大的篇幅 接着讨讨讨论朱熹的人说讨讨论心性情之行上学的解析 讨论理气论的行上学等 穆先生的处理方式基本上是基于他自己已有的如学诠释系统的定见位出发 一方面说明朱熹的问题意识及其立场主张 另方面极力断称朱熹之说不合孔孟原意 而所谓不合即是未能彰显本体论的创生意志 一级是穆先生是把功夫论境界论及本体宇宙论和为移动态的存有论的行上学架构 以为如学的圆满形态 因此从头至尾都是行上学的说如学 既使得功夫论及境界论无法独立出来被辨识 又使得功夫论中的不同功夫论问题无法分开来讨论 如功夫四地问题 另外又使得行上学中的存有论问题丧失独立地位 因此朱熹学思中的存有论及功夫四地论系统 也就变成在本体宇宇宙功夫境界论和构为一的理论系统之外的别子系统 而一旦当穆先生阅读到朱熹也有像是逆绝体振及本体论的创生意志的类似话语的时候 即立刻以朱熹的存有论系统的话语给遮盖过去 以为这只是朱熹一时的起初而非对之有真知真实 因此在整部著作中对朱熹的讨论 穆先生即是以朱熹非本体论的创生系统以为论说朱熹的重心而不断深述 可以说穆先生就是挑选朱熹之谈存有论及功夫四地论的语句段落 以为深论朱熹的主要材料 而将朱熹谈存有论的话语也视为朱熹在谈功夫论的主张而批评其为非逆绝体振的功夫 于是朱熹便被穆先生排斥在他所论说孔孟的道德的形上学系统之外 这正是穆先生的道德的形上学之为一大套自我圆满的系统的坚实主张的结果 是穆先生未能分解的谈本体论、宇宙论、功夫论、境界论以及存有论问题的结果 穆先生、心体与性体、大作中分九章处理朱熹思想 实际上是八章 因为第九章只是主要在引文而没有再多作疏解了 其中第一章谈朱熹早年的倾向 此处穆先生多以朱熹后期理论的内涵定位早期思想的方向 认为早期思想中已有这些倾向 以至于并不能争得其失礼言平的本质 这也是穆先生在本书中的重要工作方式 以及透过年谱的协助而序列朱熹的著作 从中建出他的思想的发展与转变 穆先生也认为朱熹思想有一特殊形态 四、但又与穆先生为儒学所定出的自恐 梦、意、雍儿将的主流传统混搅一起 因此极难疏解 五、但穆先生亦认为自己终于能确实厘朱熹意理形态 那就是朱子学之主观的说谓近寒近设之系统 客观的说谓本体论的存有之系统 六、穆先生得出此一朱熹学思形态定位 是千回百折之后的定论 表现在第一章论朱熹早年学思中一处处提出穆先生全书共同之定论 其以大学位规模 对于孟子之误解 以及心性情之宇宙论的解析 理气不离不杂之形上学的完成 与孟晚年所确定表示之宗旨、境界 与方法学上之境路 皆其自然而必然之规结 读者若顺此次续步步仔细理解下去 亦必自可见其为境设系统而无意义 七、为讨论集中并聚焦起见 对于首章论于朱熹早年学思倾向之讨论先不进行 因为较有意义的命题皆在随后章节中不断提出 本文意境讨论人说部分 其他章节之讨论另待他文 其实 不论穆先生对朱熹的中和说 人说 心性情说 理气说 穆先生的诠释架构都是相同的 因此讨论其中一说 即已得见出穆先生思路的整个形态了 五、穆先生对朱熹人说的批评及反省 朱熹人说既成诚意而来 说人是性说人是性说爱是情 穆先生说这是本体论的存有系统 此语确论的对象而进行概念而进行概念解析的思辨研译 说动态的存有论 说动态的存有论就是另一种哲学问题的系统了 那是穆先生碗和本体论宇宙论宇宙论功夫论 讨论境界论的一大综合系统的道德的形上学的说 所以穆先生的存有论概念使用有二意 此处说为本体论的存有系统者指的是 是如同西方哲学的百拉图 亚里士多德 多马斯等的思辨传统的谈概念的系统 朱熹此时确实是在做这类的研究工作 而穆先生讲的纵贯创生系统的动态存有论 无知的存有论 非分别说的系统 却是包含了过多哲学问题而总为道德的形上学一意 也可以说中国哲学史内的形上学有两种议题 其一为宇宙本体功夫境界融贯 为一的实践意形上学 其二为仅仅进行概念解析的存有论意的形上学 也可以说这正是中西形上学的特色分野 中国哲学常于实践意的动态存有论 西方哲学常于概念解析的存有论 但是中国哲学也有讨论概念解析的存有论的系统 诸西之所论即是此意 此二系无需强分优劣 亦无需强分彼此 使其无关 甚至对立 概念解析的存有论思路 自是对动态存有论中诸概念的使用意义的界定 而形成思考模式以为实践的所依 此所依自然是知识上的所依 而非实践意志的提起 实践意志的提起是主体的道德性活动 概念意涵的解析是主体的哲学思辨活动 笔者之意即是穆先生无需以儒家道德的形上学的正成 是正存在有主体的实践以及道体的创生的理论形态 来否定诸西之人说诸意无有此意义境 诸西此说确实不是在谈实践活动 确实只是在谈实践活动中的价值意识的存有论定位 甚至可以说是在进行概念使用的重新议定 议定之从而清晰的使用之而讨论之 至于要进行功夫实践的活动要求时 诸西集的说为 我欲人私人质疑的逆绝体正的话了 穆先生关心道德实践及其正成的问题 说存有论的问题非观道德实践活动是可以的 但说存有论非恐梦迪传 而见道不明 而功夫滑落至一平铺的认知系统 而为他律道德 以至别子未踪的种种话语就是说的过多了 以下就穆先生的讨论竹文反省 穆先生定位人体虚未明道所体贴的意志 而为基本体及功夫的意理架构 其言 他依据遗传人性爱情之说 把人体之解为心性情三分 理气二分 而以心之得爱之理之方式去说 这便把人定死了 故对于道体 人体中于未有亲切处 未有实践处 而明道之刚领却正是相应 人体 而说者 明道并非真是混轮 其表面之魂轮 亦如孔子之魂轮 皆是指点语 其骨子甚清晰 比亦非形下形上不分者 如成不分 何言 人体 其对于人体之体物 亦如其对于 鱼目不矣 知天命流行之体 一体 成体 中体 净体 乃至神体 心体之体物 比不是心性情三分 理气二分 人只是性 只是理 而心棒落 心神与情 具属于气之格局 比所体物之人是理 是心 亦是情 而心是本心 不是心统性情之心 情是本情 不是喜怒哀悦之 以气言之情 是以能维持住其为人体之意 而人不失 行上 行下 之分 至于 行上 行下 之源 容乃是 进一步说 此人体之人体之特性 约绝约见 以感通畏性 以润物畏用 其本身是全德 是一切德之源 故即本体开功夫 即功夫是本体 此是一道德的真实创造性 此是一道德创造的实体 与 鱼目不矣 纯意不矣 知天命流行之体意义全同 此其所以为生道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 其唯物不二 则其生物不测 人体就是这样的一个生道 言其本身实是亦能创生万事万物之实体也 生者 化者之实是士气 而所以始之然者则是此人体 此天命流行之体 此实体是即活动即存有之实体 是本体宇宙论的创生实体 而非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 只是本体论的存有 其本身是活动 此活动不是气之动 是动而无动 静而无静 知纯动 神动 所以它即是本心 即是心体 神体 它本身是活动 同时亦是最高的存有 一切其他存在是因这实体而有其存在 它是一切存在之 存在性 存有 实有 一切存在之存在性 是统设于这 即活动即存有 之实体 而亦通过这实体而得理解 人心之决论 决论之所在即是存在之所在 决论之即是存在之 此事本体创生直观之实体 人体辩论一切而为之体 故就其为我之真体言 即可说 万物皆备于我 人体感通辩论本无阻隔 故名道得由 浑然与物同体 识人 而曰 人者浑然与物同体 同体是一体意 非言同一本体 又言 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莫非己也 八 穆先生认为诸熙依据伊川之思路所说的人性爱情说 把人体说死了 而明道说的 识人之人体是 亦能创生万事万物之实体 依据穆先生这样的说法 穆先生所只为的人体 一方面是天道 另方面是体贴了天道的圣人境界无疑 但是 此说中时有若干一理须呆书解厘清者 将儒家的天道说为创生作用自是儒学一理格式中是 论者可以先与尊重而不批评 毕竟这就是儒学的天道观 主张有此一天道创造天地万物 并且是一道德意识意下的创造 因而使天地万物有其存在及可被理解之本性 这是说的天道 但是在说天道创生的道德意识中说及此一道德意识即为人者的本心人体之说者 则只能是就圣人境界而说 而非能就任何人的一般存在状态而说的 说圣人实才可说为其心是本心 其人体以感通畏性以润物畏用 本身是全德 故及本体及功夫及功夫及本体 并与天命流行之体意义全同 天道创生天地万物 并以道德意识赋予其存在的可被理解的意义 但是天地万物并不及显现未权在有道德理性的存有状态 这却是需要经由圣人的具体实践之而点化之而使整体存在借全服的成显道德理性的 因此穆先生所说之此一人体之活动即是并和天道之流行与圣人之实践而为一之说法者 这就是穆先生全套思路的系统性架构及问题意识的定位 可以说体贴天道德性意识的圣人之心 在其提起本心实践的体正状态中即将天命流行之体一体成体神体神体之于己心中而使己心及此天道一成神体而说未及存有及活动 此说甚善善美意识穆先生建构胜利的说天道及圣人境界的一致性系统 问题是穆先生即以此一系统框架珠希所有的系统 以致以珠希之说皆不能呈现此系统之要义而批评珠希 以下依穆先生话语逐一讨论之 穆先生批评珠希成成怡之说法而使此礼只是存有论之礼而非道德之礼 其言 依穿一剑 侧影 便认为是爱 此以顺留竹墨 敏施侧影之心之本意 而父以端为爱之发之情 是仁爱为其所以发之礼 即性 是性为止是礼 是一个普遍的礼 而爱与侧影乃至孝帝都是同一律 一律是为心气依着普遍之礼而发的特殊表现 而表现出来的却不是礼 如是仁与侧影遂成为性与情之意志的两物 此非孟子之本意也 珠子老守此说 以为戒脉分明 遂有 仁是心之得爱之礼 一成数之出现 此一成数当然有其道理 此完全是从一川 阴阳气也 所以阴阳里也 一格式套下来 弃是行而下者 理是行而上者 如是 遂将心一概是为行而下者 亦往是弃之事 侧影 修恶 此让 是非之心 亦皆是行而下者 皆是弃之事 此一亦里 尖价完全非孟子言本心之本意 如此言理或性是由 然 以推正其 所以然 之方式而言 此是一种本体论 存有论 的推正之方式 如此所言之理是属于 存有论的存有 之理 而不必是道德之理 但仁义理智 绝然是道德之理 心之自发此理 此为心之自律 足以决定并创生 以道德行为之存在 但却不是由存在 自然以推正出者 九 穆先生认定 朱熙说心 说人 说理都不具 创生道德行为之意 此说实是混淆哲学 基本问题的诠释 进入 就哲学问题之讨论言 并不是一个概念 有一个固定的意义 而是一个问题 有一套固定的思路 以及所使用的概念 因此有这个概念 在这个问题的思路下的 使用意义 而所有的概念 都有着因所思考的问题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界定 而且并非概念的不同界定 即是有着对立冲突的 它只是同一个名词 在不同问题中的意义内 含有所不同 而不是同一个名词 被不同的主张割离 以致有意理对错的问题 孟子说本心就是 朱熹的性善知性之意 孟子的本心发动 即是朱熹的心之一 性做功夫之意 因此孟子之概念 使用意义在朱熹系统中 一皆被继承 但是朱熹在理气架构中的 新概念之使用意 则确实就是 穆先生所说的 存有论讨论中的使用意 心指人之主宰 就人存有者而言 是由理气说的 存有论结构来说 心任何人都有 此一存有论意的 理气结构 即心性情结构的心 即便是穆先生所说的 圣人意有此一理气说的 存有论结构意的心 每一个人都有理气说的 存有论结构 这就是朱熹在讨论的问题 这就是存有论问题 是心概念在存有论问题的 讨论中而有的 性情结构及理气结构之实是 在存有论论论时 说心未理气 然而 在功夫论论论时 则要说心必须处于 本心状态而直接做功夫 这时就回到的穆先生的 纵贯系统了 而所谓操则存舍责王之说 并非说舍责王之时就无有此一人心之存在了 指其不再提起本心或一性而行的状态中 此时说其为在意识然的气存在状态中则可也 而这时就又回到了 由存有论的理气说说人心的脉络 穆先生说 陈珠之此理是存有论的存有之理而非道德之理 此说时不必要 朱熹从存有论进入所讨论之理即是儒家道德意识之天理之理 虽然意含具存在之物之物理化学的自然之理之意 但是根本上还是说的以道德意志以创生天地为其本意 不见其说人者天地生物之心的话吗 只是旧人存有者说 经验存在上的实然的人即是理气共构的架构 人本具性善之理 但只在功夫发动的时候他才沉显 谈本具此性而说心统性情是存有论的说 谈成显是功夫论脉络的说 谈时有此道德价值之理之 实验证是旧圣人境界的全浮成显 此理而证实之的穆先生的纵贯系统之说 因此穆先生不必以实证问题说 朱熹就存在而推 所以然之理的存有论讨论非为道德性的 谈时有此理之实证问题 提示穆先生有意比较于中西行上学的正立问题的关切 以儒家圣人体正而实践而为行上学的圆满意 但朱熹的存有论朱义并不是在谈这个问题 不是谈这个问题就不必批评他的说法不具此意 因此说朱熹的理气说中的理不能有在活动的正量 因而不具道德意识不必要的评价 穆先生以本体论的纵贯系统批评朱熹所说的理是只能敬拜 不能活动 而失自律功夫意 其言 诸子不加分别 一概由存在之然以推正其所以然以为理 而此理又不内在于心而为心之所自发 如是其所言之理或性乃指成 亦属于存有论的存有之理 竟摆在那里 其于无人之道德行为乃无力者 只有当无人竟以凝聚无人之心气时 使能敬寒地面对其尊严 若如孟子所言之性之本意 性乃是具体 活泼 而有力者 此其所以为实体 性体心体 创生之立体的直观也 而诸子却只转成主观的说 为敬寒敬摄之形态 客观的说为本体论的存有之形态 而最大之必并极在不能说明自发自律之道德 而只留于他律的道德 十 并不是诸熙把理说成只能敬摆在那里 而是诸熙是在说理的存有论定位之永恒的 就是仁义理之而不能改变 并且本身不是意经验存在 故而有其作为不变的理存在的意义 孟子讲功夫实践意 此一永存不改的人意理之之性发为主体心的情 而活泼生动的实践者 此意与诸熙之意无需视为相悖 事实上诸熙当然是就孟子的性善说的人性论而建立心统性情说的存有论 诸说只是诸熙进入存有论的谈 而孟子在本体论、人性论、功夫论上谈 因此说到功夫意的自律他律问题时 也并不是诸熙主张了他律道德 而是诸熙转入了存有论 故而不指出实践目的 但是诸熙并没有就功夫论问题而主张 只要穷此思变异的心性情理器诸概念的解析定义 即是功夫的完成 诸熙确实有说心是气之灵的话 此说被穆先生严重的视为他律功夫 逼者认为 并不是诸熙主张心不能是道德的超越的本心 而借由认知活动以为外部功夫而为他律之功夫论主张 而是诸熙在讨论存有论的人存在之心 此时是意经验存在的人 只有理气结构及有性情结构的问题 故而就气之灵说人心 总之当诸熙在说心统性情的存有论问题时 并不是在谈功夫论问题 因此也就不能说诸熙成就了任何一种自律或他律的道德理论 穆先生又说诸熙的心不是道德本心 不是本质地具此理 其言 心并不是道德的超越的本心 而只是知觉运用之时然的心 气之灵之心 即心理学的心 仁义理智本是性体中所含具之理 是时然之情之所以然之理 心之具此理而成为其得是当具 而不是本具 是外在的关联的具 而不是本质地必然的具 是认知的静涉的具 而不是本心直观之自发自律的具 此显非孟子言本心之骨架 十一 穆先生说孟子的本心是本具 是本质地必然的具此仁义理智之理 此说过于跳跃 这其实是就主体提起本心做了功夫后才得有的说法 主体若不提起本心则也无有这些必具本具的状态可以发生的 所以穆先生的说人说心概念实在是就着功夫境界论脉络说的 而朱熙却是从存有论脉络来说 于是说心就是说的人的理器结构的主宰体 因此不应就存有论脉络说他不是在本心的状态 因此是外在关联的具 更不应说为是他律的 朱熙从存有论进入所说之心 一旦做了提起此心之本具之性时即的在意本心状态了 即是来到穆先生所说的自作主宰的自律的具了 但是这就是从存有论脉络转到功夫境界论脉络了 至于穆先生说朱熙此心是认知的尽设的具此理者 时是就朱熙强调于格物穷礼功夫而说的 此事二事不是一事不必关联至此 说格物穷礼是就格制成正修其至平八目的功夫次第 而说的格物穷礼之为次第之先之意 不是说的本体功夫的只要认知不要行动的功夫理论 至于因此被指责为只谈外部功夫 这是把朱熙强功夫次第的说法割裂其意之后 再对朱熙所做的批评 是穆先生过度的以朱熙各种系统中的观念 做不当连结而置身的他律功夫的朱熙学系统定位 此意当然不是朱熙之形态 穆先生对朱熙反对以绝训人之说批评慎重其言 至于其博以绝训人之说 则为比为心有之觉者 可以见人之包乎之意 而非人之所以的明知实也 夫以绝训人者 此所谓觉显然是本明道麻木不觉 未必为不仁而来 觉是测然有所觉 知觉是不安不忍知觉 是道德真情知觉 是既感易如知觉 是人心之测然知识 而非智知识 是相当于feeling 而非perception之意 当然人心测然不昧 是非在前自能明知 经诸子以智之事解之 而为心有之觉 可以见人之包乎之 而非人之所以的明知实 此则差谬太甚 以诸子之明 何至如此之乖为 不麻木而测然有所觉 正是人体 所以的明知实 经乃一见 觉 自 变相 知觉运用 知知觉触想 不知觉有道的真情 即感易如知觉 与认知的知觉运用 知觉不同 所以只准于智自言觉 不准于人心言觉 以此波最违背理 其非甚险 不必多言 十二 逼者以为 朱熹批评 以觉训人之说 确实是朱熹过度用力于 从概念定义 以及从存有论思路 说人概念是 为意理概念 性概念之角色 而忽略了在实践中 人体确实是 由主体的逆角 而体正的意志 但是朱熹从存有论 进入说人概念是 性 是理 意 是无物 至于在功夫问问题中 朱熹就一般人的状态 说知觉 实是朱熹不信任 一般人的价值主宰能力 则以此一般人的知觉来说 人时及及意流于 任意自信之弊 此意属实 朱熹一方面 从功夫论脉络上 不信任一般人说的 以觉说人 另方面又从存有论 进入说人概念是 性是理概念 并此二路而导致 穆先生的强力批判 虽然如此 人不表示 朱熹不能及见 人之为性 以据于心 当心提起 即此本心全服 是人体流行之功夫 尽介意的人 从知觉说觉 只能说是朱熹的概念 运用的形态如此 并不表示 朱熹否定 可有人心 体贴人性 而发为功夫 作为知觉 论意之功夫观念 此说确实是 朱熹说的过度 但穆先生 整个否定 朱熹不能体贴 人体流行的主体 自觉的功夫 意也是不必要的 穆先生又总评明道说 人及孔孟言 人之意 与陈朱思路不类 其言 故依孔子之指点 及明道之体会 人与朱德关系 亦非人性爱情 心之德某之理之关系 人并不专线 人故可说是性 但却是纯一的性体 人体及纯一的性体 性体亦及心体 超越的本心天心之心体 若如朱子之所理解 性体只是一宗明 或通明 并不是纯一的性体 结果终于分散而为许多理 而人只是这许多理中之一理 又性只是理 而不是心 故人亦只是理 而不是心 心统性情 心外在的关联的具这些理 而父外在的存在的 依这些理中之某某理 而发为某某情 每一理各自成体用 各自分性情 各有其专线之定体 此非孔子所指点 明道所体会之人之意 依孔子之指点 明道之体会 人是纯一的真生命 创造之真己 于目不已之真体 纯一的人体及纯一的性体 而纯一的性体及心体 亦及成体 此真体亦波动 亦成漏 则诸德即当机呈现 故人是权德 是一切德之源 因而可以统设诸德 而不为任何义德所现 故人不能专注于爱 而单为爱之理 如果当机呈现之诸德 亦可以说是些当然的道德之理 则此纯一的人体性体及心极理 心极是理 此诸德一极是人心一体之当机 而未必然如此之呈现 如当侧影及侧影等等 在此 并不就此诸德之每一得在各自成体用 各自分性情 此诸德之当机呈现 必然如此之具体呈现 如果因其中有情的意义而可以说情 则亦是极心极理极性之情 此可曰本情 而不是与性分开的那个情 尤其不是其自身无色而属于气的那个情 本情以理言 不以气言 即以人体 心体 性体言而未及心及理极性之情 此非诸子之境界也 诸子必又以为是魂轮隆动已 然而如果真言道德行为之创生 当然的道德理性真可付诸实践而有力呈现 则必须如此讲实透彻 论 梦 中庸 一传皆如此发挥 联系 横渠 明道皆相应此意而体会道体 为诸子与此不能相应 遂转成另一系统 而以心之得爱之理之方式说人 遗传对于道体人体以无相应明彻之气会 而只以分解思考的方式清楚割结的理解成指示理 则其成为诸子之以心之得爱之理 说人 乃甚顺势而自然者 是以诸子与遗传之间 可说并无距离 即有之 亦甚小 诸子时可了解遗传也 十三 穆先生说诸西所说的人只是诸理之一 其实 依诸西之说 人与其他一理之之性的关系 既可分说亦可统说 分说时人一理之各位一性之得 何说时四得统于人得 至于性情分说亦是旧存有论脉络说的性情 并不是旧功夫提起时的主体状态说的性情分说 功夫提起时当然不必在于分说 但旧存有论言 则分说绝是必须的 穆先生批诸西分说性性情理而 至性为外在于心 其实 依诸西之说 说性是理不是气 说人是性不是情是旧概念分解的存有论言 一而说 说主体做功夫时则此心提起本具之人一理之之性 而即执政天理且呈显此理 此时诸西意的说谓心极理也 而诸西事实上也是说过了心极理的话头的 心就是同一个主体的心 性就是这个主体的性 如何说谓外在 心统性情就是一个主体的存有论结构中 性情皆具于此人心之内 怎么能说是外在的关联的具 穆先生说的外在关联的具是说 只在认知心下而不涉及逆绝体症而说谓外 以及不能在主体的功夫境界状态中而说谓外 但是这是功夫论的议题 讨讨论功夫论议题时是有没有做功夫 以至有没有成显的问题 此时成显不成显有其状态上的差异 预期成显即是要做功夫 在做功夫时则主体全守此性此理 而成意能决论变身的圣人境界 如此即可转入穆先生说明到实人的注意 但若是在旧概念说其存有论问题时 人自是可说谓旧只是性而且是爱之理 穆先生其实是最清楚的分书了诸悉人性爱情说是存有论说 而明到实人说是本体功夫论的纵冠说 此意比者完全接受 因此此处的问题旨在哲学问题意识的转移 而不在任意概念之只能就特定问题而说其意识 但是穆先生自己却总是以本体功夫论的纵冠系统去赤处存有论系统 这才是笔者批识 穆先生言说如学的重点 穆先生指以一意说如学诸概念的使用意义 穆先生意并非不理解各个概念在不同系统中的输意 实际上穆先生从存有论说诸悉所论之意已是对诸悉学说最准确的定位 既以清楚定位即以此定位理解此诸意即可 实不必又从主体实证天道的本体功夫论脉络 再说诸悉诸意不是此脉络 而说诸悉不能体贴此意 穆先生说恐梦之心是能当机呈现 而批评诸子之说非此境界 逼者以为穆先生说的此当机呈现的 吉心、吉礼、吉情、吉人、吉天之诸意 是只能就境界哲学的圣人状态而说的 在圣人状态中圣人之心即已提起信善之理 因而其情皆发而终结 穆先生说此非诸子之境界 实际上是此非穆先生所引诸悉谈存有论诸文所谈之一题 而非诸子本身的修养无此境界 至于事实上明道 伊川、珠西、向山、阳明谁能有此境界 则是另外的问题 事实上是这几位儒学家所谈的问题是各不相同的问题 明道是谈境界 故而与多圆融而合一 珠西说存有 故而与多分解而独立 但是当珠西说境界 说功夫 说本体功夫等一题而有圆融之话语出现 时穆先生又不许其说有其意之真定 此时不胜公平之事 说珠西能成一川思路是实然 说珠西反对论梦义雍周章明道 说本体论的创生系统是不公平之事 珠西有权利讨论新的问题 雍义即有新意于论梦 孟子义有新意于孔子 因此是穆先生不许珠西有谈新问题的权利 从本体论说功夫已至境界是一大系统 此臣其然 这是穆先生关切的部分 但是说存有 论意非不能是儒学的意理 这是珠西人说诸文的问题意识重点 问题意识分解清楚了 即不必为此珠西不能接续恐梦境界之批评 穆先生一方面认为珠西谈心之得爱之理的说法于功夫有爱 一方面也明说了珠西是对一般人的不信任而提出反对以知觉说人的话 其言 夫由策然有所觉了解人即是时人之名义 其必心之得爱之理方是时人之名义 于策然之觉而失存养之功正是有根本可惧之地 且彼由心之得爱之理之说下功夫更为真切 何言 反之于身 悦无根本可惧之地 也 此皆隔阂太甚 故不能深入心通也 莫言 所谓天地之用即我之用 代意其传闻想象如此而 时未尝到此地位也 胡伯逢议许臣未到此地位 然是问有几人真能到此地位 此并不爱其传闻想象 所表示之意理方向之为是 何必由人之造意以衡量其言乎 此意不免有过分轻视对方之嫌也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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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夫诸子之所以深厌 以绝训人之说 除其误认绝情未至得外 还有一种禅之忌讳之心理 14.穆先生说 由识人做功夫比由心之得爱之理下功夫更为真切 实际上心之得爱之理的命题并非功夫论命题 而明道之识人则确实是功夫论命题 并且依明道的形态实是功夫以达纯熟之圣境上的功力展现之境界功夫 朱熹自不会对明道话语有意义 但是对他人说此类高明圆融的话语就会有意义 穆先生说朱熹以人肺炎 事实上就是如此 朱熹就是对一般人的不信任而否定他们的以绝训人之说 朱熹当然也可以不以人肺炎 但是朱熹不能不担心境界不及之人使用此言而至圣学的灼伤 朱熹关切的是众人之圣学之事 因此制止此类发言 并转而关切功夫次第问题 此举并非否定本体功夫的直冠创生意 亦非否定功夫即是本体功夫 即是逆绝体症之路 只是忌讳人病而严谨次第 此时为大气量 大格局之如者胸怀 穆先生说朱熹忌讳入禅 而总反对以绝训人朱说 这就是朱熹怕一般人拿此些高明话头而 自义认情公私不分而入禅病的心态 此臣却然 后人即如此而正面理解朱熹用心所在 并正面理清朱熹所非者在人病而非法病 即得同情地了解朱熹每一功夫 四地之路匡正本体功夫的直写简易之用心 朱熹或有话语过激之诗 但绝非不明一理 旁落华诗 见到不明 穆先生说人体之客观面 以由主体实践之主观面来证实 而所成之一体实为道德理想主义之真正实现 其言 明道识人篇 underscore 此客观的说者 须由主观的说者来证实 以证实 印证 天命实体及人体 使天命实体有具体而真实的意义 不只是一个客观的说的形式词语 人体与天命实体两者完全同一 其内容的意义完全相同 二 证实 印证 万物一体并非虚说 非只有本体宇宙论的同一本体而说的 一体 之意 此 一体 只是虚的 而且由人者 大人 的真实生命体现这人体而真挚 一体 之实 感通无碍 绝论无方 莫非己也 此事彻底的道德理想主义之实现 由此两部印证 即可由 一体 直指 人体之真 即可认 一体 即是 人之所以为体之真 盖人心觉情 自其为 磨锁 不体 知人体言 它是绝对普遍的 而人心觉情之呈现即是感通无碍 绝论无方的 此即 含 一体 之意 此 含 是分析的必然的 含 人体之感润无碍 无方 与 一体 之间并无距离 一体 并非是人之量 乃即是 人之所以为体之真 是人之直 是人体之本性 本来如此 人体并非只是一抽象之理 乃是人心觉情之感润无方 人体不呈现其为体是前存的体 而 一体 知识 亦不能有 人体本身之有 存有之有 是自有 本有 故不带体现不体现 亦不带 一体 不 一体 自此而言 一体 与 人体自身 有距离 但就具体而真实的 呈现的人体 言 人心觉情是真实的 存在的人之觉情 不是前存不显 摆在那里 觉是真实的 存在的侧然之觉 不是前存不显 只为觉知里 觉心可能 摆在那里不动 就此而言 则依其感润无方之本性 即分析的必然的含着 一体 知译 此时一体即与人体自身无距离 此具体而真实的人体自身因一体 而后在 同时一即因一体 而后有 有即在 在即有 有与在是一 并无分别 故感润无方是 人之所以为体之真 而必然的所含之 一体 亦是 人之所以为体之真 古人说 人体 人心觉情 都是就具体而真实的人体之意说 并不就其前存之意说 十五 穆先生此文中极明确的以行上学天道论的命题 须有主观的实践来证实其真 以说古如之人体一函 此极笔者提出的穆先生关心的是证实的问题 是行上学说实有之路在如学之以道的意识 由圣人实践之而证实之而保住实有 实体是就天道的理性意志说 人体是就圣人的价值意识说 说两者内容意义完全相同 实是以圣人的价值意识以为所设想的整体存在界的天道原理 因着圣人之真有人体发为实践 而正成天道实体一真有其实存者 因此穆先生说 行上实体必拉着圣人实践而说 而圣人实践时是意功夫境界论的问题 因此笔者说 穆先生的行上学系统中含设了功夫境界论 而为一整套系统 否则所说之形上实体变成只是一概念的设想 经因圣人之践行 而使天道实体有一作用之真实而宣说 因此以圣人实践人体之作为 集成了同时是本体宇宙论的形上学意义 同时是社会实践的圆满完成的功夫境界议 因此我们可以说穆先生是把社会实践的活动结果置入 形上学理论建构之中 结果穆先生谈的是圣人的活动 而不只是儒家的形上学 形上学理论并和圣人实践活动而成为道德的形上学理论 穆先生强言古人说人体一定是就着具体而真实的人体之意说 并非就朱熙所讨论的存有论的说前存之意说 其实 古人说人当然是要要求主体实践的 但是随着哲学问题意识的发展而有新问题的提出也绝对是必须的 说本体论意的人体是为仪价值意识而为天道原理是说人的一意 说功夫实践意的人体的在主体上的提起的境界状态也是说人的一意 说存有论的人体的座位性及理的意义也是说人的一意 穆先生强调其必有真实实现的一意 此事就圣人境界说说圣人境界之人体而说未必然呈现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就众人之人体而言因其尚未实践 但却亦前存的有故而只在存有论的前存上说亦是应有之说 就众人而言之上在前存故应做功夫以实践之之说者 此说更能于功夫意上得其凸显 而为说功夫之实践之必然性之要求及必诚信之保证之意 而说其性及理之性善说的存有论 此一说法事实上更具有现实的功能 是为意要求于每一个人皆需做功夫的理论上的需要 以穆先生所关切的圆满的系统而言 从头至尾就说哪必然实现 已然呈现的一体之人体者 反而是只能说到圣人境界 只能说到天道理体自身 而不能及于一般人 穆先生之意是形上学的被证实未真之圆满一故无误 但是儒学不可能只谈此主体真至圣境之意而已 这样的说法是穆先生企图正说儒学作为 一说时有知学在意中 希哲学比较中之优异知学之心态下的强调 此一强调意是穆先生有所创造于中国儒学的重要意理 但是不必要因此牺牲珠希学之若干部分意味意 有意义的理论建构 而强说朱希学之为非是 穆先生甚且直指朱希是不喜谈主体活动的 其言 圆珠希所以故意这样文字料度意指在不喜旧主体 观时自己处置本心成漏 言人体而 一 不喜旧主体言 二 不喜言人体 十六 笔者要强调的是 朱希没有不喜旧主体言 朱希一有众多旧主体言之本体功夫的话语 只是朱希为制止一般学者就知觉任意上说人 而转到先从存有论思路定义人概念 再转出从功夫四地脉络说本体功夫的讨论而已 所以穆先生说朱希不喜言主体意识批评过度了 穆先生对于朱希批评他人言人之说法 为静禅之事极为在意 穆先生皆以之为朱希不解逆绝体振之功夫 其言 盖朱子是 于实际建律中就主体而体振人本体心 未禅 实则此只是反身逆绝体振之方式内容相同 并非内容意义 且要处相同 若因方式相同 即认为是禅 则 反身而成 乐莫大焉 知全部梦子学皆成禅 宁有思理耶 朱子于此何不自反乎 如者言心言性 称为内在而固有 于此建立真正道德主体性 若不采取反身逆绝体振方式以肯认之 进而体现之 试问 人采取何方式以体振如所宣称为 内在而固有 知道德主体 心性 以名其为本有耶 朱子于此总不回头 全走平至顺取之路 难怪其言性最后只成一个消融于太极之普遍之理而平至在那里 十七 穆先生已如者说于 识人 绝人之语 未与禅家行事相同 但价值亦是不同之说 笔者完全同意 但是朱熹对于此类话语之批评近禅 皆是就说此话语者之实正不足 以致话头落空而批评的 以及皆是批评人病 而朱熹所提之观点则都是切实笃行的时工 参见穆先生引朱熹语 大抵向来之说皆是苦心极力要识人字 故其说越巧 而气象越薄 近日揪官圣门垂教之意 却是要人工行实践 职内圣思 使轻浮刻薄 贵我见物之态 浅消于冥冥之中 而无知本心浑厚慈良 公平正大肢体长存而不失 便是人处 其用功着力 随人浅身各有次第 要知 须是力行九熟 时到此的 方能知此意味 盖非可以想象异度而知也 十八 由此文其实正能见出朱熹的问题意识及关怀重点 穆先生时不必指责朱熹 旨在反对于实际见律中就主体而识人体而 十九 穆先生说逆绝体正为自律功夫 说逆绝体正才为真道德 因此主张必须确有一道德本心 但为正说此逆绝之本心如何而有 则是诉诸主体的自我不安之体会 所以笔者说穆先生一直是在证实道德本心的实践活动意上 说道德本心作为形上实体的思路 其言 凡由心之自知而言逆绝体正者 皆是就自觉地做道德实践之功夫言 亦皆是就对这不自觉的顺物欲气致之思滚下去 而并不知何者为真道德 而说 如果道德行为真是自发自律自定方向 而并不为任何条件所制约 则自觉地做功夫乃是必须者 唯有通过自觉地做功夫 方有真正道德行为之可言 如果真要相应道德本性而自觉地做道德实践 则必须承认有一个自发自律自定方向 而非在观觉感性中受制约的超越的道德本心而后可 Under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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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此可问 真有那样一个自发自律自定方向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本心吗 茫茫生命海 波涛汹涌 何处寻觅此纯净的本心 如能指正之乎 如所说之真正的道德行为真可能吗 二十 是以当一个人迫切的期望有真道德行为出现 真能感到滚下去之不安 则此不安之感即是道德本心之沉漏 再次有意觉醒 当下抓出此不安之感 不要顺着物欲再滚下去 此时是要停一停 停一停即是逆回来 此时正是要安静 而不要急破 停一停逆回来 此不安之感即自持其自己而凸现 不顺着物欲流混杂在里面滚下去而成为流逝而不见 自持其自己而凸现 无人即顺其凸现而体正肯认知 认为此即无人之纯净之本心使真正道德行为为可能者 此种体正即逆绝的体正 一约内在的逆绝体正 即不必离开那滚流 而即在滚流中当不安之感呈现时 当下即握住之体正之 此即约内在的逆绝体正 但是即约逆绝不安之感停住其自己而凸现 此即是一种隔离 即不顺滚流滚下去 而舍离那滚流 自持其自己便是隔离 此约本心之提出 此隔离之作用即是发现本心自体之作用 有隔离 虽内在而易超越 21 穆先生要谈真道德行为 这当然是如学要意 本意 核心意 终极意 在道德实践之时 也绝对应该是主体自律自作主宰的意境 主体于此时 当然必须认定 实有此一主体自觉之本心 然而此一自我认定是一功夫活动的意志 以谈活动状态中的主体的人体的活动意 而未形上实体的实证是当代新儒家的思路 问题只是穆先生一往直前的就只认定这个脉络的如学意理 而对于存有论的讨论皆已不能正成此实体而批评珠希学说 此逼者所欲为珠希辩证之处 穆先生说 逆绝体正的话语在本段文字中是说的极详的 此说反而见出穆先生是以主体在不人 不安的状态中的感悟此不人 不安而当下逆反 当下提起自正人体而为功夫本意 实际上孟子上言 扩而充之的功夫即是由性善本体论的依据而直上提起 而为扩充而非逆反 逼者亦非欲以孟子说 扩充反对穆先生说 逆绝 其实扩充也好 逆绝也好 都是本体功夫 然而穆先生此种对于主体的有恶之不安的察觉 以为本领功夫之说法 正预设了主体有不人的状态 而更见出诚疑 珠希言与理气善恶珠存有论说法的理论必要性 而穆先生以对准功夫实践以正成人体一路 来驳斥诸珠希说存有意分析本体一路 时无其必要 本文中见出穆先生对于功夫实践中主体 由不安之自觉而自律体起而呈显人体而为一体的路径 言之甚深甚详 亦即由此见出穆先生一直是在谈活动 是并和活动而语 谈活动状态中的主体的人体的活动 而为形上实体的实证是成立的路形上道体同意其谈 是把实践证成与道体一理事为一事 反而排斥了只说道体的存有论思路之种种意 而穆先生又不断地说诸珠希存有论 而穆先生又不断地说诸珠希存有论进路说人体 道体之意是一顺取之路而只成了他律的功夫 其言 珠子力斥此 观心之意 旨在误解假能所为真能所 而又不断逆绝体正是自觉的做功夫之本质的关键 故不敢由逆绝体正言人体 而立反之 因而意忠于不识人体为何物 此路一堵绝 便总不回头 而只走其顺取之路 只顺心用而观物 即曰顺取 故其正面意思只是 以心观物 则物之理的 本心以穷理 而顺理以应物 此即为顺取之路也 如是 心只停在其认知的作用 而永远与物未对 以成其为主 此非本心人体之 唯于目不移的创生大主之意也 顾其顺理以应物 知道德只成为他律之道德 而非自律之道德 此其所以不实体也 Underscore Underscore 孔子 顾未言逆绝 然其所言之人如自然道 而落实于人心觉情上说 则一切指点皆是在 即功夫便是本体 中体现此体 同时即是体正此体 因而逆绝体正为其所必含 孔子本人指示 即本体便是功夫 即功夫便是本体 知如如呈现 然而后人未至此境 如想自觉的做功夫 则先说说此逆绝的体正以实人体 须先实人 先实人之体 又有何妨 此不得动辄以孔子为言为言 而无人意总不能把孔子之人 只视为平质的普遍之理也 二十二 穆先生说诸悉走的顺取之路 是就他的做功夫由不安而逆绝之 对立面而言的顺取功夫 实际上穆先生所有言说诸悉顺取之路的话语 或者一方面不是诸悉在说功夫的话语 而是在说存有论的话语 或者另方面诸悉的话语意思 不是穆先生所解读的指认之不实践之意 对于穆先生以之为诸悉顺取功夫的话 穆先生自己明确的说这些是存有论 而不是本体宇宙论的纵贯纵说系统 笔者完全同意这一点 问题是发生在穆先生的纵贯创生系统 是并和功夫境界论一起而谈的 所以以为存有论中所谈论不到的功夫论 问题是此一系统的缺点 顺取的谈存有论 当然就是就着认知意义的脉络 谈的道体、人体、心体、性体诸意 本就不是作为功夫论的谈 问题是穆先生又以此种非谈功夫 而为概念认知的存有论系统 视为一种功夫并称为顺取的进路 以有别于它的逆绝之路 其实,言于功夫只要谈本体功夫即可 说为本领功夫意的 说为逆绝 说为扩充 说为求放心 都是本体功夫的话语 本体功夫无需定为 只是逆绝一路 程昊布就甚至说的 不需防茧 不需穷索 的话以谈境界功夫的观念吗 而穆先生又以他所定义的顺取之功夫 为他律道德 此时不能切合诸悉之意 穆先生已认知心与物畏对说为外在 说为他律时事将存有论的认知活动 说成了功夫论 而这本就不是朱熹之意 朱熹并不在此处说功夫 那么又何来功夫的他律呢 说循子的礼意外于人性而为他律 说董仲书的天意志以为君王行人正的要求 而为他律皆有有可说 但是说朱熹在谈存有论的话而变成了他律功夫实在是意理措置 问题是发生在朱熹说存有论的话确实只是认知活动 而朱熹说功夫问题时又因着大学文本诠释而说功夫四地问题 而说仙格物穷理在城镇修其置评的话 穆先生就将仙格物穷理与指说概念定义的存有论思维为朱熹对立于逆绝体症的顺取之路 只管认知故事外不他律功夫 笔者之意即是这些都不是朱熹的意思 而说到功夫 朱熹的功夫论意是逆绝体症的本体功夫 而且功夫四地并不是与本体功夫对立的另一种功夫 文中说孔子境界高 故而即本体即是功夫 而一般人做功夫时需为逆绝 明道之时人即此逆绝 此些话语皆是可说 笔者并不反对 但时亦无需将逆绝之说说成了与顺取之路正面冲突 而批评朱熹是他律功夫 因为并没有顺取功夫之朱熹本意这一回事 穆先生在谈人说时也转入中和说中言涵养茶时功夫是以教育程序取代道德实践的讨论 并批评大学之行之次序 其言 朱子中和新说成立后 由中和问题严先涵养后茶时以小学大学位比配 经言之行问题亦以小学位涵养见吕之有素 中和问题本是内圣之学之核心问题 由此言功夫如涵养茶时之类 本是自觉的做道德实践 成体启用上之功夫问题 而经拳外转而全就教育程序上演 此为问题之其初 如是中和问题上之涵养乃成空头无识者 只如小学之涵养见吕有素 之养成好习惯 而茶时亦权外转而为格物穷里以致其之 二十三 故大学之书 虽以格物致之为用力之始 然非为初不涵养见吕而直从事于此也 又非为物为格之位置 则亦可以不成 心可以不振 身可以不修 家可以不起也 但以为必知之志 然后所以至己之人者时有以尽其道而 若约必四之而后可行 则夫是亲从凶 臣上皆下 乃人身之所不能依日费者 其可谓无之位置 而暂错以四其志而后行哉 二十四 穆先生说综合问题为内圣之学的核心问题 是谈自觉的做道德实践之功夫问题 其实这是穆先生诠释的角度 综合问题可以谈自觉的做道德实践问题 也可以谈道德实践的次第问题 也可以谈行上道体的存有论问题 作为文本权式本就不止一意之可以发挥者 非必要和一才是文本权式之本意 至于本体功夫之应为穆先生所说之意 比者意毫无疑义 只是功夫四弟则应有平日含氧 及灵士茶食之珠希之说 亦无有可以反对者 珠希就文本权式谈功夫四弟 这是一种问题 穆先生就文本权式谈本体功夫 这是另一种问题 就什么问题该怎么谈而言 珠希与穆先生所谈皆如理 这是笔者的态度 若就文本权式之应为 必为 只能为谈什么问题而言 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这也是笔者不欲采取的态度 至于穆先生批评珠希之说中之涵养味 小学功夫 此中没有主体自觉 故而只成空头功夫 又批评茶食只是做格物制之 故而是外部功夫 笔者以为 穆先生以教育程序非道德实践之用 与时事过度用力之说 穆先生所言之道德实践就是主体当下的自觉体正一意 珠希严于涵养时岂能无此意义 严于茶食时岂能无此意义 教育程序中的所有程序 岂非即是道德教育 如学是没有道德教育以外的教育的 因此说珠希是谈教育程序是可以的 说珠希的教育程序不是道德实践是不可以的 穆先生批评珠希强调格制 以智之谓至极易不能成 此说是不成立的 此事珠希自己处理过多次 都极力明讲智之必同时含着实践 知多少就实践多少 绝不能以上位进之便借口不行 但确实是要有完全明白才可能有完全成熟的圣贤大业 珠希说致之是就者实践之于家国天下的规模 说的 亦成亦须就者是之处理而为其成 是之处理须有之之言义 为成就家国天下的事业岂有不知盲行之可能 圣人即是行之于家国天下的完成者 圣人境界当然是知之而行之而完成之 但是一般人呢 问题绝不只是一成不成的问题 这还涉及了一般人对于事情的知不知的问题 因此要从格物置之的次第一路下来 穆先生所说的主体逆绝体证的道德活动 确实是一切功夫活动的根本意 但是在大学八目中的每一个项目都是此一逆绝体证的 本体功夫活动的具体操作项目 一切都是本体功夫 但本体功夫中是有次第问题的 这就是笔者解决这个争议的根本立场 朱熹在谈大学文本诠释的功夫四地问题 穆先生在谈任何人特别是圣人的道德意志的提起的实践问题 而儒学都是就着社会角色扮演以至平天下的圣人理想而说的 如这事业 此一事业是现实实践中是 须有次第 须有知识 此事真真实实 故有 大学 八目之次第功夫之观念提出 并非为改道德意志为非当下逆绝体证的意义 是穆先生只关心这唯一意义 故而将朱熹说次第的功夫论的话语视为朱熹不解本体功夫的意思来解读 穆先生十分执意的以朱熹说 大学 德格制功夫是以外部的功夫而非恐梦本质 提已经不是一成不成了之完成者行之可能说的德意故而只成空头功夫 其言 然则朱子是小学位涵养 且位已能 持守坚定涵养纯熟 实为不足是已 朱子以小学位涵养时期 以大学格物制之之之之之位查识时期 此事以教育程序比配圣贤功夫之敬德 此事一般的外部的知行功夫之陈述 非恐梦求人求放心之之也 25 穆先生说朱熹是小学涵养已能持守坚定之说是不足是的 逼者不以为然 原本小学涵养即是为着涵养道德意志而进行的 而古人与小学涵养已熟 而至十五 二十时即进行革制城镇修其至平的大学教育 这确实是一个教育程序的课题 但是于小学时已涵养得道德意志 纯熟了却是教育目标所在 不知穆先生依何所具而能说小学涵养是不足是的 穆先生说的不足具 应是就他自己所全解的朱熹说涵养的理论是空头的说法 而说为不足是的 但那本就是穆先生自己的过度诠释 朱熹的小学涵养即是涵养那茶实底 即是涵养的道德本心 因此没有理由不信任朱熹说的小学涵养 就教育程序言 小学有小学的课题 大学有大学的课题 而且也并没有哪一个课题是外部功夫的意志 穆先生此说即是以朱熹之说 大学的智之功夫位只限于之而不急于行 而说为外部 故而非恐梦求人求放心之说 逼者以为不然 事实上朱熹说智之事以及于休其制品 而为智之之完成 因此并没有止之不行的问题 而恐梦求人 求放心是谈的主体的价值意识 若要追究此人心在现实的完成 则亦必及是大学之言于家国天下之完成而无一意 所以大学的课题也需视为是恐梦之发展的课题 而并不背离恐梦说主体的道德活动要求的方向 穆先生以朱熹之说只是教育程序而非道德活动 笔者也不以为然 达到圣贤的境界是需要教育程序的 借由教育程序时及而上而至圣贤境界 但是圣贤自身确实已无需多做功夫了 其以为即本体即功夫即功夫即本体的境界 需要做功夫的都是一般人 则谈功夫修养理论时岂能不严私教育程序之事 而教育程序中之每一程序皆是为着成就圣贤人格的道德实践的项目 一级都是本体功夫 其实只要穆先生能突破功夫四地即是本体功夫一节 则这许多的批评纠缠皆可化销了 事实上即便是圣人自己成圣的过程 岂不也是从格制成正修其至平依序而来 也不可能有未能穷礼及的至平的圣人 穆先生关切主体道德意识之体起一意 无人反对 但是朱熹关切一般人自小学含养至大学查时 而有格制穷里以至成正修其至平之现实事业的完成活动 又有何错误 何须紧抓逆绝体正一意 而言此反对之 朱熹所言之涵养 查时皆是本体功夫 只应必须强调平时及临时时之两面皆是做功夫 故为一程序问题或次第问题 穆先生时无需以次第问题非指指本体功夫问题而否定此意之宗旨 穆先生言求人 求放心自能知事之非 并以此意批评评诸熹走上大学格物穷里之说 其言 求人求放心 识人体非孔梦立教之本之乎 人与本心而可以外在的求之乎 然则逆绝体正义之之 此其非圣门授授之主观的说的击窍乎 侧然之觉 匪侧之感 一旦呈现 自然之事之非 知善之恶 当侧隐则侧隐 当恭敬则恭敬 当羞恶则羞恶 当是非则是非 耳自聪 目自明 是亲自能孝 是兄自能抵 此事本心之佩然莫知能欲 亦是人体之余目不已 但其外转的评说 顺取之路 所成之义理规模 却远于恐梦之精神 反不若其所斥未缠者之为 敬也 underscore underscore 诸悉 自喜评说 但其外转的评说 顺取之路 所成之义理规模 却远于恐梦之精神 反不若其所斥未缠之皆敬也 26 穆先生所说的这种一旦呈现自然之是之非的状态 或者是就圣人境界说的 或者是就一般人灵事时的提起了价值意识时说的 如果是就一般人的对事物之处置之常识性知识之言议 那就不是提起价值意识即可却断了 朱熹要谈的是在大学中所讨论的家国天下的具体经营知识 以及灵事的道德意志 这一部分的格物穷理的言议功夫是绝不可忽略的 朱熹依据大学的宗旨而未认真的强调 此意必须是儒学的重要功夫意志 朱熹强调此客观之事并和主观价值判断的格制穷理功夫 并主张至之需即行之才为至之之完成 因此本来就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功夫理论 其强调于功夫次第的重点 并非为反对圣人知己知己行的可能 而是为反对一般人为至圣禁意不言意及发为行动而说的 因为此时造成盲行的情况所在多有 故而严格要求必须格物穷理为行动之先的次第功夫 其说十分合理 绝不背离孔门 更不能说禅学反比朱熹更近孔门 此时是穆先生言之过当之说 穆先生说朱熹这些利论的形态不能相应孔门的最高形态 其言 无如此厘清 于朱子并磨所损 无只明确地恢复其为横射形态 如其自信而见其价值 其系统非纵贯系统 并非极无价值 但以此为准而是纵贯系统未禅 则非是 于此见朱子之所以伟大以及其所以不足处 朱子之学不是能相应孔门之交的最高综合形态 最高综合形态是在以纵射痕 容恒于纵 27 比者以为朱熹并没有斥责纵贯系统未禅 朱熹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纵贯系统 朱熹是斥责一般平庸的学者说些高明话语时的自我心境状态 于道德意识一提起不够故斥其为禅 穆先生架构起纵贯系统而为意理想的最高综合形态 此一形态却是说圣人境界的 孔孟自己自视圣人境界 但要一般人达到这个境界在功夫上是需要次第的 次第中是需要以穷里为先的 朱熹发展了孔孟之学的一个必要的路向 穆先生为回应西方哲学与形上学不能实证的缺点 而以如学圣人实证之意而说为道德的形上学 而为行上学的可以实证之形态 而为行上学的圆满 而强调如学宗旨于说圣人境界的 即本体即功夫即即功夫即本体 却也因而拆解之离了言说存有论及次第功夫的朱熹学说 因此并非朱熹不是孔门的最高综合形态 而是朱熹多了一些理论形态 而这些并非穆先生所关心的问题 穆先生关切到了孔门有言说于圣人境界的形态 但是孔门也无需拒绝言说存有论的形态 即言说功夫次第的形态 至于圣人境界的形态朱熹一样处理到了 所以也不能说朱熹只是存有论及功夫次第的形态 以上意见在前面诸多讨论中笔者皆已申明 但是这里有一个新的问题 即穆先生所说的纵的与横的形态 其实是不能互相融设的 穆先生所说的纵的形态 依笔者的术语使用 即是本体宇宙功夫境界并何为一的形态 横的形态即是存有论及功夫次第论中的格物穷理功夫形态 其中的存有论本就不是在实践的脉络中谈 因此没有所谓的以纵设横的可能 这就是穆先生也把存有论当成了功夫论 而为本体宇宙功夫境界论中的异形了 至于格物穷理的功夫次第问题 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横设系统的功夫论问题 而有别于本体功夫的纵冠系统 格物穷理就是含设者之行 唯一的完整的大学教育的功夫理论 亦是一纵冠系统 朱熹根本也没有穆先生所谓的横设系统 也就是说 穆先生以为的纵冠系统就是说的 圣人境界的系统 就是这种哲学问题的圆满形态 朱熹有些发言并不是在谈论这种问题 但这并不表示朱熹是在否定这种形态 而是朱熹在进行另一种独立的中国哲学的形上学问题 5.结论 本文以穆先生对朱熹的人说的意见 为讨论对象 进行对于穆先生讨论朱熹哲学的方法论反思 此一工作时是关乎当代中国哲学诠释系统的一大关键问题 因为穆先生的思考模式及方法论架构 已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形成一大诠释系统 影响力最为庞大 然而穆先生固有创造于儒家哲学的心意里 但是也有过度强势的意见 本文重点在直出 朱熹说人 说心性情 说理气的存有论问题 不必跟实践哲学问题做较劲而致对立 应独立的讨论及理解其理论功能 而朱熹说功夫论的问题更无需置入存有论以为同一系统 而置存有论问题亦是混乱 朱熹说的格物穷理就是功夫四地中的一项目 并不是唯一项目 更不是指之不行 将朱熹学说的问题亦是离定清楚 还原朱熹学说的理论地位 准确理解及诠释传统中国哲学各家系统 正是促进中国哲学当代化及世界化的重要工作 本文义同时处理穆先生思维的根本特质 说其别义中西以实践未要目 辨证三教以实有未要目 而促成其极存有极活动的道德的形上学形态 而逼着以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架构 众购穆先生的分析架构 企图将穆先生所形成的坚实的儒学诠释系统 是作分开 其能更由之而清楚建出传统中国哲学的命题 意义与理论兼架 以使诚诸之学 甚而道佛之学能有意摆脱穆先生 强势权势系统下的被批判的命运 此一理论功成十分繁琐 笔者有意努力于此 并非执意否定穆先生之学 而是有意接续其说 汲取其说之养分 转出心意 而更公平地对待传统中国哲学的各家理论 其使中国哲学还能更有创意 这当然也才是穆宗三哲学的再创造之真正意义 以及从穆宗三之说中走出心说 笔者认为 这样的努力才是穆宗三哲学的新生命所在 一穆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 台北正中书局 1968年 夜18 二穆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 夜31-32 3-3 目宗三心体与性体 台北正中书局 1981年10月台四版 4- 书不知其基本观念之己为处如此说或如彼说 此在一理形态之系统上有决定性之作用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65 5- 珠子常自慰时肯下功夫去理会道理 无切自慰意时肯下功夫去理会珠子 问题不在其境设系统本身有何难了解 而在其基本观念处常与纵观系统相出入 相滑转 仿佛相类似 而人不亦查之而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64 无畏此困惑甚久 累年而不能绝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65 6-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68 7-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67 8-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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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232 233 9-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241 10-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242 11-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243 12- 心体与性体 星体与性体 第三册 第三册 夜251 13-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星体与性体 夜269 underscore 271 14-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286 夜286 夜287 16-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316 17-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322 18-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320 10- 心体 321 19-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321 20-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337 21- 心体 21-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338 22-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341 23-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第三册 夜345 24-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345 underscore 346 25-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350 26-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351 27- 心体与性体 第三册 夜352 232 FDF9 B49 E3 BCB90 A0 FPCI ED4 F2 B089 C43260 E15 6902 OK9 Text 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1 15.50 10分38秒 GMT 28 2034 B7年1月 C3 EF495 E14 D458 78003 Heights 6 E15 690 3 6 7- 台大哲学系 7- 中国哲学会 8- 保住锐气 8- 杜宝瑞资料 9- 教学课程 9- 学术论文 9- 专书著作 9- 学术资源 9- 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一事 9- 首页 9- 向上 9- 功夫境界世界观事 10-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10-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10-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一事反省 10-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10-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10-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10- 对傅伟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10-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11- 冯友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11- 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如学的理论建构 10- 冯友兰真元六书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10- 冯友兰真元六书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10- 对穆宗三谈宋明如学之所以为心如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10- 对穆宗三谈宋明如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10- 对穆宗三诠释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10- 对穆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10- 是论穆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10- 从穆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探究 10- 对穆宗三宋明如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10- 对穆宗三批评诸希与成怡之大学诠释的 10- 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10- 对穆宗三诠释诸希与大学 10- 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10- 对穆宗三诠释诸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10- 对穆宗三诠释诸子人说的方法论反省 10- 对穆宗三诸希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10- 当代宋明如学研究 10- 与中国形上学问题亦是 10-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10-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10-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如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10-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诠释的方法论反省 10-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10- 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于中国形上学问题 10- 方东美对中国大臣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10- 方东美对大臣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 10- 对唐军义高举如学的方法论反省 10- 档案下载 10- 当代宋明如学研究于中国形上学问题亦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